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记诸多长老 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眼神有些毁暗不明 显然 他们都是没有料到 沈苍生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 北苍门 算是北苍林院最后的一个磨炼之地 只不过那种死亡概率却是因为太高 最终北苍林院在经过权衡后 选择将其关闭 而也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个最为重要的磨炼 北苍林院这些年的成绩呈现下滑 五大院之一的称号也是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说其他的林院采取特殊方式 强夺那些顶尖天才是外印的话 那么北苍门的关闭便是北苍林院的内印了 很多实力强大的林院 其实都是拥有着最后的修炼之地 那相当的重要 因为这也能够让他一些顶尖学员的实力 再度突飞猛进 只不过与其他四大院比起来 北苍林院存在的时间毕竟算是最短 所以某些底蕴还是要有所不及 牧尘也是因为突然间凝固的气氛一争 他才来到北苍林院一年的时间 对于那所谓的北苍门自然并不知晓 但从台苍院长他们的眼神来看 也是隐喻地能够感觉到 那北苍门的特殊之处 北苍门太危险了 台苍院长沉默扮上 院长请问一句 人苍生淡淡一笑 指示着台苍院长声音低沉 枪支之路可有坦途 天地一片安静 唯有着沈苍生那低沉的声音 缓缓地回荡 令得无数学员眼露异彩地 望着那道挺拔如枪的身影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尊宠之色 这就是沈苍生 他们天榜的霸主 即便现在的他或许在被牧尘逐境地超越 但在很多学员心中 他依然拥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 牧尘也是轻轻地吐出一团白旗 对着沈苍生竖起了大拇指 台苍院长微微沉默 最终无奈地一笑 竟然被一个乳羞未干的臭小子教育了 一旁的竹天长老他们也是笑笑 北苍门以往并不完善 关闭之后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地修补缺陷 这些年也算是有了一点成果 不过依旧极其的危险 你们居然都已经这样说了 我若是再找借口 怕是会被说成咎由自取 也罢 那被苍门也就再度开启吧 不过也是有着限制 那便是只有天榜前十的血缘 才能有资格进入 并且完全是自愿 沈苍生本也 脸庞上也是流露出一抹如是重复的笑容 那我便申请进入被苍门 那算我一个吧 李玄通也是淡淡一笑 内部远处 贺妖望着气度不凡的沈苍生与李玄通 然后再度将视线 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的苏轩 眼中掠过一抹暗色 一咬牙 站得出来 还有我 贺妖的声音 显然是让得很多人都是一惊 就连苏轩都是压抑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美目依旧淡淡 没有太大的波动 当初在狩猎场中贺妖的行为 显然是激起了他的反感 虽然他一直都对贺妖不太喜欢 但至少能够以普通的朋友来交流 但那次的事后 却是再没有了与贺妖有过任何的接触 形同陌路 贺妖事先一直在看着苏轩 再见到他那淡淡的眼神 面旁欲发的黯然 当初的事 他也的确是一时被冲昏了头脑 只是想要将牧尘打败 一学前耻 当然 他可从没想过要真正的伤害苏轩 毕竟那是他所喜欢的女孩 院长先前说的太感人 所以我想 也让我来为北层林院竭力 站上一次吧 但如果不进入北层门的话 恐怕我们会被其他顶尖学院的天才超越过去 何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他其实也有着相当英俊的无关 只不过有些偏想阴冷的感觉 但在北层林院中 也有着不少小女生为其着迷 老大好硬的 那些妖门的成员都是有点惊奇地望着此时的贺妖 显然 这与他平时的音译有些不同 这也让得那些妖门成员有些激动 贺妖这种选择 让得他们也感到脸上有光 这家伙 还真是难得热血一次 苏灵儿也是有些惊讶 靠近苏轩 苏轩美目扫了贺妖一眼 再见到他看来 贺妖的身体都悄悄地挺直了一些 这一次他倒是见到 苏轩的眼中并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冷然 稍微得有了一点正常的打量 这让得他心中都是悄然地激动了一点 准个北层林院的气氛 仿佛都是被沈藏生 李选通 贺妖三人给调动了起来 不少学员摸拳擦掌 恨不得能够寄身前十 真正的为北层林院奋战一场 徐黄感受着那种气氛也是一笑 体内的血液似乎是有点沸腾 身为北层林院的一员 似乎并不该退缩 于是 他在身旁徐清清 那充满着仰慕与自豪的美目处逝中 也是一步踏了出来 另外一侧 赵青山与慕风扬对视一眼 都是无奈的笑笑 这个时候退缩 恐怕真是会被看不起的 他们的骄傲可不比其他忍辱 所以 在徐黄踏出的同时 他们也是走了出来 再接着 那无数学员便是激动地见到 那天榜前十 除了牧尘 洛黎 以及苏轩外 竟然全部都是站了出来 那一幕让得众人热血沸腾 不管平常这院内的派系 如何的争斗 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这种团结让得他们真正的感觉到一种骄傲 太苍院长 与众多长老望着这一幕 也是一浪 接着相识苦笑 只是那苦笑的同时 又是感到欣慰 当学员真正能够为了一座 灵院的辉煌而战的时候 谁又敢说 这不是他们灵院的成功 太苍院长挥挥手 压下漫天的沸腾 三日之后 我们会带牧尘前往圣灵山 而此次事了之后 我们北层灵院 便将会再度开启北层门 无数学员欢呼出声 这一次 为了维护住他们北层灵院 五大院之一的称号 可是所有人都在接近全力了 牧尘望着那沸腾的灵院 也是微微一笑 无止缓缓紧握 既然大家都这么努力的话 那他也不能落后呀 至少在那圣灵山圣市中 可要为他们北层灵院 争一份颜面了 漆黑的黑色巨垫中 气氛阴冷而压抑 在那巨垫首位 黑龙至尊突然睁开了双目 眼中有着阴冷之光浮现 他抬起头望向巨垫中阴暗的角落 确定了消息 北层灵院此次将会参加圣灵山 而那参加者 正是那个获得了大寻民魔柱的牧尘 北层灵院还真是有胆子啊 这种盛会 他们北层灵院那些乳羞未干的小子们 竟然也敢来参加 阴暗中 有着阴寒光芒浮现 一道人影若隐若现 阴溢的消声 在大殿中挥荡 来了也好 不然我们的计划如何实行 这些年 我们可是隐忍了太久 黑龙至尊单笑道 都准备妥当了吧 北层灵院那老杂猫鸟 是个大麻烦 有着阴沉的声音 从另外的角落中传出来 嗯 放心 那老杂猫鸟自然会有人对付 这一次 我们要让北层灵院知道 在这北苍大陆最强大的 始终会是我们龙魔宫 还有 大寻民魔主必须收回来 那是我们龙魔宫的质宝 既然那小子赶来参加圣灵山 那就再好不过了 话音一落 他袖袍一挥 只见到那大殿之中 空间便是剧烈地扭曲起来 然后形成了一条空间通道 那里面 尖锐刺耳好叫声不断地传出 仿佛是万魔咆哮 紧接着 一道单薄的黑影 便是缓缓地自那漆黑通道中 踏了出来 那道身影 身着普通的麻布衣衫 它的面目相当的普通 一对眼眸 似乎是呈现灰黑色彩 其中犹如一潭丝水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在它的背后 背负着一柄黑色长枪 长枪之上 仿佛是缠绕着一道道尖笑的黑影 发出刺耳的鬼哭狼嚎 在那里 没有任何的动静 犹如一块冰冷的磐石 醒天 三日之后 准备参加圣灵山 你此次的任务是 斩杀北森林院的牧尘 将落在他手中的 大殊民魔柱夺回 黑龙至尊望着那道仿佛 没有生计的磐石身影 那道冰冷的身影 微微抬起那没有生计的双目 轻轻点头 转身而去 至始至终 未曾说过一言 但那种诡异 却是令人心寒 北森林院的热腾 足足持续了三日时间 方才逐渐的平缓 不过经此之后 谁都能够感觉到 院内的气氛有些变化 如果说以往 诸多派系还会内斗一番 但伴随着那半年后的 林院大赛的临近 那种内斗 确实在悄然间的减弱下来 特别是当台仓院长 将如今北森林院的形势 说明之后 更是令得不少学员 心潮澎湃 既然如今身为了 北森林院的一员 他们自然 也是要为他的辉煌 而努力战斗 所以 所有人都是在 某足了劲地认真修炼 一些靠近天榜前十的 顶尖学员 更是不断地 冲刺着天榜前十 试图也是能够 获得进入北森门的资格 虽然他们也知道 其中所蕴含的威胁 但此时此刻 却是并没有人退缩 而三日之后 便是到了 牧尘动身离开 北森林院 前去参加那 北森大陆上 年轻已被 最为顶尖盛世的时候了 信盛区 小楼阁上 准备妥当的牧尘 转头对着身旁的 洛梨一笑 走吧 虽然这一次的 北森林院参加名额 只有一个 不过洛梨却是打算 跟着牧尘前去 而牧尘对此没反对 毕竟能够与洛梨在一起 他也是求之不得 洛梨微笑着 轻轻点了点 琴手 然后两人直接掠出 化为两道流光掠过天际 直奔那北森林院 最中央位置的一座 巍峨巨殿 在那里 太仓院长等诸多长老 早已等待着 牧尘与洛梨自半空落下 他目光扫过太仓院长 然后视线便是 危证地停在院长身旁 那里 还有着一名身着白曲 气质冷漠的美丽女子 亭亭欲力 正是灵溪 牧尘对于灵溪会出现在这里 显然是有些奇怪 毕竟在这北森林院 灵溪虽然挂着长老的名 但却极少会参与北森林院的事情 儿子是察觉到牧尘的疑惑目光 灵溪则是浅浅一笑 那冷漠的气质 在此时消退得干干净净 这倒是让那一旁的一些长老 有些惊恶 毕竟他们对于灵溪那巨人千里的性子 可是知晓得很清楚 整个北森林院 就没见他 给谁过笑领 而眼下竟然对着牧尘 如此温柔的微笑 这简直让得他们有些大跌眼镜 此次 我也会随你们前往圣灵山 灵溪长老 实力非同凡响 有他的跟随 应该能够安全许多 太苍院长也是一笑 其实对于灵溪会主动要求一同前去 他也是极为的诧异 不过却并没有阻拦 毕竟多一人也能多一些安全 虽说这北苍大陆上应该没什么不开眼的势力 敢打他们北苍林院的主意 但小心一点 总归是好的 在说这话的同时 太苍院长意味深长地看了牧尘一眼 素来不理会院内事情的灵溪 突然要随行 怎么看都跟牧尘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随行 显然也是有着保护的意思 灵溪竟然会主动出手来保护牧尘 这在太苍院长眼中 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毕竟他对于灵溪的冷漠相当地了解 在他看来 恐怕就算是北苍林院被毁灭了 灵溪或许都不会有太大的情感波动 所以 对于他会如此体贴地来保护牧尘 他方才会觉得有点天方夜谭 不过精益归精益 但太苍院长却并没有去打探 牧尘与灵溪之间的关系 虽然从眼下这模样看来 两人间恐怕没那么简单 牧尘见到太苍院长那眼神 顿时按骂了一声 然后偏头看了看洛梨 后者那精致如此气般的翘脸上 依旧宁静 甚至在见到灵溪美目望来时 还遇起微微一笑 只不过在起微微偏头的时候 少女红唇微动 然后就有着细微的声音 传进了牧尘耳中 信仪力蛮大的嘛 牧尘有点尴尬 只能干咳了一声 别吓吓 灵溪姐只是不太放心而已 洛梨不知可否 那对明眸中泛着莫名味道 让得牧尘感觉白口莫变 既然人都到了 那我们也动神吧 太仓院长大手一挥 打断了小情侣间的悄悄交流 然后掠上半空 同时墨游店主 以及竹天长老也是跟了上去 显然 对于那圣灵山 北仓那院也是极为的重视 不仅院长出动 两位天席长老也是一同前往 这阵容相当强悍了 你们随我一起吧 不然速度跟不上 灵溪则是走向牧尘与洛梨 炎然一笑 玉手一扬 只见的一道仿佛罗盘般的光圈 自己袖中掠出 然后悬浮在了半空 那就麻烦灵溪长老了 洛梨 亲手倾蝶 若是不介意的话 也和牧尘一样 叫我灵溪接吧 以后我若是遇见了静怡 还能与她说说你呢 灵溪美目 轻轻打量着洛梨 然而 即便是以她这挑剔的目光 却未能从眼前的少女身上 寻找到丝毫的瑕疵 这样的女孩 难怪牧尘会喜欢上 洛梨瞧脸上浮现了一抹浅浅的肺红 她已经听牧尘说起过灵溪的一些事 自然也是知道 她嘴中的静怡 应该便是牧尘的娘亲了 灵溪姐 洛梨浅笑着 虽然她并不太喜欢与人套近乎 但灵溪对牧尘的保护之意 她能够感受到 所以她也并不吝啬 自己因此而诞生的好感 灵溪这才一笑 然后拉起洛梨小手 便是掠上那螺盘版的光圈上 牧尘见状也是连忙跟了上去 他们出现在半空中 那远处也是有着无数血缘在注视着他们 显然他们都是知晓 今日牧尘便是要离开北苍林院 前往北苍大陆 代表他们林院参加那北苍大陆上 年轻已被最顶尖的盛事 在那一座山峰上 沈苍生与李玄通两人掠上半空 然后冲着牧尘一笑 牧尘 这次 咱们北苍林院的颜面就靠你了 放心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轻易放弃 沈苍生与李玄通也是笑了笑 他们原本是院内最优秀的学员 这种事情理应他们出面 可如今的事实却是有些残酷 因为年龄以及修炼时间的缘故 他们与那北苍大陆上最顶尖的年轻一辈 已是有些脱节 所以他们不得不将这种责任 转接到牧尘的身上 虽然心中有点复杂 但他们却依旧是衷心的希望 牧尘能够在那圣灵山中再度取得奇迹 毕竟同为北苍林院的一员 他们都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太苍院长冲着牧尘一笑 到时候尽离别行 这次的盛事会有着影像同步传输的院内 到时候大家都会看见你的表现 同时给你加油的 牧尘威恶 接着无奈的一笑 这倒真是有些压力了 到时候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呈现在所有人的眼下 看来必须尽全力啊 不然太狼狈 可就真不好看了 走吧 太苍院长袖跑一挥 不再多说 只见到天地间浩瀚灵力奔涌 前方的空间都是在此时生生的扭曲起来 竟直接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空间通道 而太苍院长率先踏出 迈进了空间漩涡 在其之后 牧尘一行人也是紧随而上 空间扭曲间 将他们的身形尽数地吞噬而去 接着空间波动散去 天际再度恢复平静 只是那一道道人影 却已尽数地消失 不知道 这一次 牧尘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沈苍生望着他们消失的地方笑了笑 据说那几位北层大陆上最顶尖的年轻一辈 恐怕都有人接触到了小三难了 李玄通点点头 小三难哪 那的确是很麻烦呀 那种实力 一时在对着至尊的道路攀爬了 比起通天境强了太多 不过 我倒是不认为这家伙会失败 毕竟这一年来 我对他搞出来的那些事情都有些麻木了 当初一个接我三招都必须竭尽全力的家伙 现在 却是连我都记不上了 沈苍生一笑 抬头凝视着那空旷的天空 心中却是喃喃自语 牧尘 咱们北层立院所有人这次都在看着你呢 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能闯多远吧 等你回来 这天榜霸主就真正是你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 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圣灵山坐落在北层大陆靠近中央的位置 这个地方名为圣灵域 在北层大陆上拥有着极端惊人的名气 据说这座圣灵山是从远古传向 原本这座山岳并不出众 但却是因为一位天之尊在此处作画后 这座原本普通的山岳 却是变得有些不寻常起来 那一片天地仿佛都是被一种特殊而强大的力量隔绝 可怕的天体灵力犹如潮汐一般的笼罩在周围 无人敢轻易的闯进 这种隔绝只有每隔一些年头的时候 方才会减弱 而那时候也就会是北层大陆上年轻一辈最顶尖的盛世了 因为在那圣灵山中 有着一种名为圣灵洗礼的天大机缘 那对于所有还在对着至尊之路努力的人来说 都是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 同样的 这对于很多大势力来说 也足以让他们为之心动 毕竟 在这无尽的大千世界中 只有真正的至尊存在 方才能够算是踏上了强者之路 一个势力 只要能够多上一位至尊存在 那对于实力的增长 以及对外的震慑 都能达到一种相当可怕的程度 所以 为了能够获得这圣灵洗礼 北苍大陆上诸多强大势力 也是眼红不已 为此拼尽全力的争斗 试图让本方的天才能够获得这种机缘 从而为踏上至尊之路 注实基础 所以 每当这圣灵山开启之时 这北苍大陆上都会一番风气云涌 众多来自各大势力 倾尽全力培养的年轻天才 也是会尽数地出手 争夺机缘 因此可以说 这场盛事代表了北苍大陆 年轻一辈的最高规格的交锋 当牧尘他们离开北苍林院 赶到圣灵狱时 仅仅只是消耗了小半日的时间 这种速度 让得牧尘忍不住的有些惊叹 真不愧是至尊存在 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就算全速赶路 恐怕也是得需要一日的时间 才能抵达 他们一行人来到圣灵狱 则是直接在台仓院长的带领下 赶去了圣灵狱的主城 一座名为圣灵城的城市 这座圣灵城 处立在圣灵山之下 城市颇为的古老 因为圣灵山的特殊 所以这座城市 一直都是中立地带 并没有任何势力 敢轻易的占据 毕竟那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来 其他势力的声讨与不满 在圣灵洗礼那种诱惑下 一点风吹草动 恐怕就会引来灭门之火 而如今的圣灵城 显然是处于数年之中 最为热闹的时期 无数势力以及强者 从北苍大陆四面八方而来 甚至一些独行强者也是赶来 他们知道 与那些大势力争夺圣灵洗礼 不是一件理智的事情 但那种诱惑 却足以让理智消退 因为小三难太可怕了 肉身难 灵力难 神魄难 一难比一难恐怖 稍有差池便是化为灰烬 连神魄都是无法逃走 便是彻底的消散于天地之间 无数的强者在那三难中跌落 永远无法再爬气 所以 在很多人的眼中 小三难显然比得罪那些大势力 更加的可怕 两相权衡 自然取其轻 在牧尘他们抵达圣灵城时 他一眼便是看见了 城市后方遥远处 那里有着一座隐隐 有着巍峨轮廓的山岳 隐藏在滔天般的灵屋之中 那里的灵力 浩瀚的令人感到可怕 灵力翻腾间 犹如是有着雷鸣传开 回荡在这片天地 望着望着那一幕 眼神却是忍不住的一宁 从那座看不清楚 行迹 犹如永远无法触摸的山岳中 他感觉到了一种 无法形容的压迫之感 那就是圣灵山 在那片区域 只要是踏入了至尊级别的强者 都无法靠近 因为那里拥有着一种残留的威亚 向来应该是远古那位 天至尊作画师所留下的 不过那种威亚 只要没有踏入至尊境 就无法察觉 所以你们倒是能够 反而是我们这种人不能接近 这或许就是天至尊 在至尊之中所拥有的地位吧 太苍院长的语气有些感叹 如果说至尊 算是踏上了强者之路 那么天至尊 恐怕就是至尊之中的帝王了 面对着那种存在 他们这种实力 根本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牧传暗暗扎舌 天至尊 竟然强到这种程度吗 光是遗留下来的威亚 就能逼迫的太苍院长 这种等级的强者 不敢轻易靠近 这座圣灵三 看似不远 不过其实是被封锁在 一片隔离的空间中 只有等待特定的时雨 方才能够借此撕裂裂缝 进入其中 而算算时间 三日之后 应该便是圣灵山开启的时候了 我们只需要静等便可 走吧 去那圣灵阁 那里是北苍大陆顶尖势力汇聚的地方 或许 你还能在那里见到一些如今大陆上 年轻一辈的真正顶尖之人 太苍院长挥挥手 直接是对着城市之中 一座最为伟讶的楼阁而去 牧尘一行人 也是迅速地跟上 整座圣灵城 如今都是处于一种火爆的状态 天空上 无数道光影犹如蝗虫一般的掠过 显得极为的壮观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 都是拥有着不弱的实力 最让那牧尘暗暗心惊 这北苍大陆上 果然也是藏龙卧虎 不论是之前他在白龙城 还是在西荒城所遇见的 与这里相比 都是不值一提 太苍院长 最终在那楼阁之前停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顶楼 双目微眯 显然是感觉到了一些熟悉的波动 看来这次北苍大陆上的 那些老家伙们 也都出动了呢 牧尘 你们三人在此处 随便歇歇 我去 见见一些熟人 太苍院长带着牧尘他们 进入了圣灵阁 然后一笑 那顶苍上面 都是北苍大陆上的一方之主 那种气氛 显然不适合牧尘他们 这种年轻人 牧尘点点头 而后太苍院长 便是与莫幽店主 竹天长老二人一起 对着顶楼而去 在那里 有着眼露金光的守卫 不过这些实力不弱的守卫 在见到太苍院长三人时 却是不敢有任何的阻拦 微微公审 任由他们上楼 我们也坐坐吧 牧尘冲着洛璃与灵溪一笑 然后在这楼阁中 寻了一处靠窗之处 如今的这里 龙蛇混杂 不知道多少势力 以及强者都是汇聚着 他正好可以借此观察一下 这一次的圣灵神 究竟来了多少棘手的人物 而在牧尘打量着周围的同时 同样有着不少各种各样的目光 凝聚在他们的身上 毕竟排除掉牧尘的话 洛璃与灵溪 都是难得一见的绝美容颜 洛璃宁静 宛若古幽之花 独自盛放 而灵溪在旁人面前 则是冷淡异常 巨人千里的气质 让得人不敢轻易地靠近 漂亮女孩这种生物 不论走到哪里 都是最引人注目的 所以两女的容颜 也是让得不少人 心里痒痒 不过能够来到这里的人 终归不是什么蠢货 虽然也没胆子大到 上来轻挑挑戏 只是那目光转动着 似乎是在猜测着 牧尘三人的身份 对于周围设来的种种目光 洛璃与灵溪倒是犹如慰问 只是与牧尘低声说着话 偶尔债言轻笑 美丽动人 这倒是让得不少人 对后者有些羡慕 嫉妒 牧尘同样也是察觉到周围的目光 倒是无奈地撇撇嘴 当于说话 神色却是一动 因为这楼阁中 似乎是突然传来了一些骚动之声 一到的目光 倒是望向了那大门处 牧尘见状也是将好奇的目光投去 然后便是见到 一到倩影 缓步而进 那是一名身材高挑 而丰满的年轻女孩 女子身着贴身的红色软甲 软甲异常的精致 一级合身 她的身材极为的诱人 饱满的素胸 在软甲的包裹下 有着挺翘的弧线 再指下 便是莹莹一卧的六腰 一对修长而笔致的鲜细长腿 在红色短皮裙下暴露出来 显得极其的性感 这是一个火一样的美人 不仅是楼阁中的气氛 静了一下 就连牧尘都忍不住的多看了两眼 这身材格外性感 同时装扮火爆的漂亮女孩 然后她便是见到 身旁的洛梨轻轻撇了她一眼 当即赶紧目不歇视 而洛梨则是有点无奈与好笑的摇摇头 一旁的灵溪见到此女 倒是微微一争 楼阁中 也是在此时恢复了过来 一些人似乎是认出了 这火一样的美人 当即都是砸砸嘴 不过却没敢多看 因为他们可是很清楚 眼前这女孩有多厉害与棘手 同样的 她的背景也相当强悍 那年轻女孩一进入此处便是漫不经心的四处看了看 刚于离开 眼神突然停了下来 翘脸上顿时有着一抹惊喜涌了出来 牧尘瞧得那年轻女孩望着她们这边的目光 再看看她那惊喜的目光 一时间倒是一乐 在她疑惑中 那火一般的性感女孩已是快步而来 旋即便是有着惊喜的清脆声音 从那诱人红唇中跑了出来 灵溪姐 你怎么在这里 灵溪姐 牧尘望着那来到她们眼前的性感女孩 有些惊讶 特别是在她听到她对灵溪的称呼后 惊讶更深 这位女孩竟然还和灵溪认识 牧尘疑惑地看下灵溪 后者倒是微微一笑 然后冲着眼前的女孩 琴手倾殿 她是酒下商会的大小姐 夏悠然 牧尘这才一惊 神色惊异地盯着眼前这性感女孩 夏悠然 据说这可是北苍大陆上年轻一辈中的大名人呢 而且她的实力恐怕比起魔龙子 只强不弱 灵溪姐 真是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你竟然也会来这里 北苍林院也是要来参加这次的圣灵山吗 那夏悠然 似乎对灵溪出现在这里极为的惊喜 瞧脸上的笑容 令得她显得格外的明艳动人 灵溪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指了指牧尘 这次是她来参加 哦 夏悠然有些讶异地看向牧尘 然后一眼便是察觉到了 后者那通天境出奇的实力 顿时愣了一下 这种实力怎么也能来参加圣灵山 不过她心中的错愕并没有显露出来 反而冲着牧尘一笑 你好 我是夏悠然 说起来还算是你们的学姐呢 学姐 牧尘再度恶然 这夏悠然难道还是他们北苍林院的学员不成 她数年前 曾经在北苍林院修行过一年时间 然后就因为商会的事情被招了回去 严格来说 也能算是你们的学姐了 牧尘这才恍然 夏学姐好 我是牧尘 洛黎 一旁的洛黎也是浅浅一笑 牧尘 夏悠然那明媚的大眼睛突然眨了眨 上上下下打亮了牧尘一眼 有些惊讶 难道 是那个在西荒城打败了魔龙子的牧尘 牧尘倒是没想到 这事情竟然已经传了开来 不过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难怪呀 夏悠然这才恍然 九夏商会在北层大陆也是顶尖势力 情报能力非同反响 所以 当日在西荒城所发生的事情 夏悠然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当时的牧尘 似乎还只是华天井后期的势力 但他最终却是将势力达到通天井后期的魔龙子大败 这种事儿 就连他们九夏商会的诸多长老都感到不可思议 毕竟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但惊疑归惊疑 情报在那里 却是假不了 现在的牧尘 清一辈的顶尖盛事他也是为之高兴 就样大名了 夏悠然冲着牧尘伸出修长血白的小手 放心 这次圣灵山有问题就找我 我会保护你的 牧尘也是笑笑与其握了一下 对这位并未见过面的撒爽学姐也是有些好感 灵溪姐 没想到这次连你也会出动 你以前对于北苍林院的事情可一点都不上心的 夏悠然性子开朗 与牧尘他们介绍之后便是很快的熟络起来 然后坐在一旁 看上去与灵溪颇为的亲密 而灵溪对她也是比较亲和 那种巨人千里的冷漠倒是收了起来 三女凑在一起倒是显得极为惊艳 这无疑也是令得他们成为了这龙蛇混杂的阁楼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处 不过在场的人还是有些严厉的 很快就是认出了夏悠然的身份 身色都是有点忌惮 毕竟在如今北苍大陆年轻一辈中 夏悠然的名气可是相当之高的 另外 再加上她那九幽山会大小姐的身份 倒还真没有多少人敢来得罪于她 而也脱夏悠然的福 一些人也是注意到了牧尘 这种地方的信息传播的太快 一些人窃窃私语间便是逐渐地知晓了他们的身份 甚至连她的名字也都是挖掘了出来 毕竟牧尘在经过西荒城一战后 在这北苍大陆也算是有了一些名气 虽然或许还比不上夏悠然这种年轻一辈的顶尖之人 但也不算是无名之辈了 他们是北苍里面的人吧 没想到 缺席好些年的北苍里面 这次竟然赶来参加圣灵山了 难道就不怕他们那些象牙塔里的天才 再次被杀掉吗 那个少年似乎不简单 应该是叫做牧尘吧 我听说过他 在西荒城的时候 打败了龙摩公的魔龙子 不是吧 他的实力看上去并没有多强啊 魔龙子应该达到了通天境后期吧 所以才说他不简单呢 这次北苍里面参加圣灵山的人 应该就是他了 你想 如果没点能耐 北苍里面会允许他来吗 那到时候 倒是要好好看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了 阁楼之中 一些声音在暗中的传荡着 其中善意恶意 皆是幼稚 而在楼阁内窃窃思雨流动时 在那一些有着屏风遮掩的暗处 也是有着视线射向牧尘他们所在的那片区域 这些视线的主人 显然都不是什么寻常人物 因此 即便他们的目光再见到下游然之后 也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剧色 反而是有些完美 就是那个小子打败了魔龙子吗 在一座屏风之后 一名身着灰袍的男子 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淡淡一笑 他的五指极尾的修长 轻轻摆动间 有如是有着阴影在桌面上蠕动 显得格外的怪异 据说是吧 在这灰袍男子一旁 坐着一名身着黄袍的男子 怎么 柳少看他不顺眼呢 哦 似乎夏游然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呢 现在那小子竟敢和他靠那么近 以柳少的性子 看来是有点不爽呢 不爽是有些 那灰袍男子只是淡然笑笑 那眼神有些悔暗 他是北层大陆三大商会之一的 暗影商会的少主 说起来 与夏游然之间还有着一道口头婚约 只不过这道婚约 似乎夏游然并没有丝毫要履行的意思 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战友欲极强的男人 现如今见到夏游然在一个少年身旁 笑得开心明媚 心中自然是有些阴冷涌起 那柳少出手我教训一下便是 一个通天竟出奇的小子而已 董月 何必给我下套子 我可不傻 虽然这小子不算什么 可他毕竟是北森林园的人 我们暗影商会 虽然也算是北森林园上的顶尖势力 不过还是比不过北森林园的 虽然他们可以用北森林园 这些年缺席圣灵山来嘲笑一下 但其实所有人心头都明白 北森林园是一个庞然大物 整个北森大陆上的顶尖势力 唯一能够与他们匹配一下的 也就是龙魔宫了 在这种场合对北森林园的人出手 他留影就不是袖斗了 再怎么说 也得等到进了圣灵山 在那里 就算他把那个叫做牧尘的小子杀了 北森林园也只能苦头自吃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我还得考虑 这次怎么获得那名额有限的圣灵洗礼呢 这次来的人貌似不少啊 流影无奈的怂怂街 龙魔宫的魔行天 西极殿的西青海 悬音山的周轩 天顶圣宗的苏不朽 再加上夏悠然 以及你这位天元商会的少主 要杀出重围 还是有些困难的 圣灵洗礼 我可是不会让的 那位也是三大商会之一的 天元商会的少主 董元 也是一笑 眼神深处却是略过一抹忌设 肉身难就这么恐怖了 灵力难如果没点保障 我可真不敢去碰 所以这次谁当我都不行呢 流影笑笑刚欲说话 面子突然微微一变 因为她感觉到 一股令人心悸的波动 突然传来 嗯 那董元眼神也是一灵 转过头去望向那大门处 那家伙来了 一种无法形容的阴森之感 犹如水波般 当阳开来 令得这片区域的草杂之声 也是一点点的消退 不少人面色有所变化的 望向大门处 那里的光鲜 仿佛都是在此时 变得阴暗了一些 然后一到人影 便是犹如鬼魅般的 站在了那里 似乎没有人察觉到 她是怎么出现的 那是一名 身中普通麻布衣衫的男子 他面目并不出众 只是那对眼睛 犹如一滩死水一般 没有丝毫的波动 令人心寒 然而就是这么普通的一道身影 却是令得此处雅雀无声 不少来自各方的年轻强者 都是眼露忌惮 甚至惊惧之色 男子那死坛般的眼睛 缓缓地扫过 然后一顿 接着 众人便是见到 他迈步走了出去 沿途路线立即分裂而开 最后延伸到牧尘他们所在的那一处区域 身着麻布衣衫的普通男子 在牧尘他们前方站定 那死坛般的双目 没有丝毫的波动 确实令得人心生寒意 牧尘的目光 也是在此时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子 浑身都是呈现一种紧绷的姿态 体内灵力一时运转起来 从眼前之人身上 他察觉到了一种极端危险的感觉 这种感觉 就算是魔龙子 都是远远不济 他眼神冰冷地盯着 这来者不善之人 心中却是隐约地猜到对方的身份 在牧尘身旁 洛黎纤细御手也是覆盖上了剑柄 对方一旦有任何的动静 他便是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魔行天 你要干什么 率先出生的却是一旁的夏悠然 他戒备地盯着眼前的男子 吆喝道 魔行天 这个早已猜到的名字 在这层楼阁中传开 依旧是引来了一些人震动的神色 如今的北仓大陆 年轻一倍重 夏悠然 刘颖这些人 都能够算作其中的顶尖层次 但谁都知道 在这些顶尖的年轻人中 最令人忌惮的恐怕还是 龙魔宫的魔行天 虽然最近这一两年 魔行天在北仓大陆上露面的频率 远远比不上魔龙子 但他的存在 依旧是让他很多年轻天才 干到心中发沉 因为这些年来 似乎就没传出过 魔行天战败的风声 当然 这是以同辈之间的较量为前提 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 魔行天极有可能 算是北仓大陆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虽说并没有类似的留言传出来 但毕竟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一些东西 还是能自己评估的 虽然夏悠然 刘颖 苏不朽 等这些各大顶尖势力的天才 也是极其的出色 不过如果要问他们年轻一辈 真正最忌惮谁的话 恐怕非魔行天莫属 而面对着夏悠然的赤赫 魔行天眼神 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 那死瘫般的眼睛 只是盯着牧尘 声音没有丝毫的起伏波动 我这次的任务 是杀了你 洛丽那美目之中 一抹冰冷陡然掠过 他玉手一抖剑银向彻 一道剑气 便是毫不留情地 对着那魔行天抱着而去 在那剑气即将射到 魔行天身体上时 他身躯表面 似是有着一道灵力光圈浮现 直接是将那剑气 抵挡了下来 接着他摇了摇头 弱了一点 是吗 洛丽美目一喊 玉手一握长剑 就要出手 但却是被牧尘手掌握住 他偏过头 后者冲着他摇摇头 接着方才抬起眼睛 盯着眼前 这给人一种心悸感觉的男子 你如果是想在这里杀我的话 我会觉得你脑子坏了 话音落下 他那眼神却是瞬间冷冽 凌厉下来 那语气也是犹如刀锋一般 滚开 这层楼阁中 顿时有着滴滴的惊化声传荡开来 不少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牧尘 显然是没料到 他竟然敢以这种口气和魔形天说话 一些暗处紧盯着这边的目光 也是在此时微微一闪 暗道一声有趣 魔形天内死坛般的目光 似乎也是波动了一下 他在考虑着 此时动手击杀牧尘的成功概率 他最终踏出了一步 不过步伐刚落 他眼神便是微微一灵 他感觉到一种危险波动 突然从牧尘身旁 那浑身散发着冷漠气息的漂亮女孩 体内涌出来 他的步伐停顿了下来 那面庞上首次出现了一些凝重 他让你滚 你听不懂话吗 那白裙如雪的漂亮女孩 缓缓地抬起那俏眉的脸颊 只不过那美目中 此时却是弥漫着冰冷的寒气 魔形天瞳孔一缩 不过接着他面旁便是一抖 因为他见到 那漂亮女孩出手了 并没有太过绚丽的动作 那漂亮女孩伸出纤细玉手 预指 陡然卧下 伴随着他玉手的卧笼 只见那那魔形天周深的空间 竟然是在此时猛然崩塌下去 一道道光线自空间中暴湿而出 犹如光网一般 笼罩向魔形天的身体 那光线掠过处 空间都是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痕迹 一种无法形容的危险感觉 在此时涌上了魔形天心头 他身形猛地抱腿 那一刹那 仿佛身体都是虚幻了一瞬 然后 在那连空间都能撕裂的光线 收缩到他的身体之前 出现在了后方十数米外 母尘双母微微一眯 这魔形天的身法相当的诡异 先前的那一瞬 犹如从尸体转化成了虚影一般 不过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竟然能够在灵溪的手中避开一击 虽说这也是有着灵溪 不曾真正动手的原因 但不论如何 后者都拥有着足以碾压 魔形天的实力啊 灵溪见到他的出手 竟然未能将这魔形天解决 六眉微醋 也是感到很不满意 接着他玉手一拍桌面 然后众人便是感觉到天地间 灵力疯狂地波动起来 那魔形天所在的范围 空间都是扁得异常地扭曲 看上去 犹如是一个空间囚牢一般 将那魔形天彻底地隔绝 空间为牢 至尊强者 这层楼阁中 猛地传出一道道惊骇的声音 所有人都是惊恐地望着灵溪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是无法相信 如此年轻的女孩 竟然会拥有着至尊击毙的势力 北苍林院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恐怖的学院 灵溪没有理会那些惊骇之声 欲之一弹 一道压缩到极致 犹如金珠般的光芒 便是自其指尖 急射而出 洞传空间 直奔魔形天 没心要害而去 显然是打算 直接夺起性命 周围再度有人震动 显然是被灵溪下手的狠蜡震慑 魔形天 被束缚在那扭曲空间内 连身法都是无法施展 他眉头紧皱地 望着那暴视而来的可怕光芒 但脸庞上出奇的 没有什么恐惧之色 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我龙魔宫的人下杀手 就在那晶体光珠 即将击中魔形天时 一道淡淡的冷哼之声 陡然相扯而起 接着 空间崩碎 仿佛是有着一道 枯老干枯的收掌派出 一掌便是将那扭曲空间派碎 同时也屈之一弹 将那道晶体光珠击碎而去 空间波动 一道黑袍人影出现在了魔形天身旁 正是那龙魔宫的黑龙至尊 而此时的他眼神阴寒地望着灵溪 一股可怕的至尊被牙弥漫开来 令得这楼阁中不少年轻强者面色都是一变 急急急后退 灵溪上前一步 挡在牧尘他们身前 美目中冰冷涌动 修成的玉址之下有着灵光在闪烁 周围的空气也是犹如沸腾起来一般 隐隐地有着格外强大的波动在凝聚 你就是北层林院的那位 精通灵阵的长老吧 黑龙至尊望着灵溪周身沸腾的空气 那种特殊的波动令得他眼神一宁 原来是北层林院的长老 不过怎么年龄看上去 与我们并差不了多少呀 那种实力的强者 要将外貌弄得特别一些 应该不难 但总感觉不对呀 黑龙至尊的话 让他这层楼阁中不少人悄悄松了一口气 但隐隐有些觉得不太对 不过如此年轻的至尊会不会太打击他们了 如果你是北层林院长老的话 恐怕今日就坏了规矩了 我们已经提醒过这位老兄了 不过他执意要出手 牧尘轻轻一笑 那脸庞上却是有些可惜之色 他先前言语激怒这魔星天 就是想要他出手 那样他们也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所以就算把他给杀了也没关系 但这魔星天也的确很难对付 先前一步跨出 同样也是在试探着他们这边的能耐 只不过 或许唯一出乎他意料的 就是灵犀实力竟然会这么强 这里哪有你这小辈说话的地方 黑龙至尊寒生说道 对于牧尘 他显然是极其的讨厌 毕竟在后者的手中还握着他们龙魔宫的质宝 黑龙至尊真是好大的威风 与我们北苍林院的学员也能斗起来 淡淡的笑声突然响起 牧尘身旁空间波动 太苍院长献出身来 他望着黑龙至尊 黑龙至尊眼神阴冷地盯着太苍院长 太苍 没想到你们北苍林院竟然还真的赶来参加圣灵山 怎么 当年死去的那些顶尖学员 还没让你们接受到足够的教训吗 太苍院长眼神也是默然地看了黑龙至尊一眼 这次的圣灵山可还没开始呢 现在太得意 别到时候话收不回来 是吗 那我倒是要拭目以待了 黑龙至尊讥讽地一笑 眼神在牧尘身上瞟了瞟 摇了摇头 真以为对付了魔龙子 就是什么难得一见的天才了吗 看来你们北苍林院这些年 果然是越来越没用了 放心吧 既然来了 那这一次我龙魔宫 会再让你们尝试一下数年前的滋味 话一落下 他便是冷笑着转身而去 无人感览 摩行天转身时 目光则是冲着牧尘看去 他似是笑了笑 只是那笑容并没有丝毫的温度 那死痰般的眼睛也是犹如在盯着一具尸体一般 接着他也是转身而去 牧尘望着那魔形天的背影 双目中也是略过冰寒之色 这个魔形天不愧是他们北苍林院悬赏榜第一的超级恨人 这种感觉比起魔龙子是棘手多了 看来这次的圣灵山倒是会很有些波折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中 圣灵城开始变得愈发的热闹 越来越多的强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最后汇聚在这座有些古老的城市之中 一时间风起云涌 这里倒是真正成为了整个北苍大陆上最为瞩目的地方 在城市的一座高耸的楼阁之上 牧尘望着城市上空 那犹如流光般铺天盖地掠过的身影 忍不住的砸砸嘴 这三天时间 他算是见识了这圣灵山的吸引力 按照他的预料 恐怕整个北苍大陆中 不管大大小小的势力 都是在赶来凑这份热闹 真是浩大呀 牧尘笑着 这种规模的盛世 也算是他这些年中首次所遇 以往所经历的那些 类似白龙城 西荒城那种 倒真是有些小儿科了 至于北陵境的话 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了 在那里 就算是一个普通戎天境实力的人 都能称王称吧 但到了这里 却真是只能算作稀松平常 这种差距也是让得牧尘无奈一笑 北陵境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 而修炼一道 对于资源的需求相当的严苛 所以在那种连一座三级聚灵镇 都是布置不出来的小地方 就算请进毕生之力 恐怕也难以取得太大的成就 当然 那个小地方 却是牧尘长大的地方 那种感情 倒是任何地方都是给予不了的 牧尘有时候会想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再回到北陵境 恐怕老爹周叔他们都会瞎杀了 通天境呢 莫说小小的北陵境了 就算是在那北陵大陆上 都能算作一流的强者 要占据一域成为一主 简直就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 当然 这种想法也就自己随意想想 他知道 他的道路方才刚刚开始 他答应了老爹会将娘带回去 而现在 他距离那一步 还有着很遥远的距离 只不过 不管多么的艰难 他终归是会去努力的 并非什么不自量力 只是为了当初在离开时 对父亲所许下的一个承诺 因为他知道 那个这么多年 将他辛辛苦苦带到的爹 也很像娘了 他的身影 已是有些孤寂 特别是在他离开之后 只是他知晓自己没有那种力量 他唯一的寄托 便是他这个 倾尽了他所有心血 并且始终为之骄傲的儿子 所以 他可不能让他失望的呀 牧尘迎着阳光微微一笑 老爹 现在的我 可正在努力着呢 你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由我来帮你做 明天就是圣灵山开启的时候了 后方突然有着好听的女孩声音传来 牧尘偏过头 望着来到身后的洛梨 微笑着点点头 转头望向城市远处 那里迷茫的天地灵气愈发的狂暴 一波波的扩散出来 犹如海浪席卷 带着哗啦啦的声音 而在那令人头皮发麻的狂暴灵力之内 那座巍峨的山岳 似乎也是逐渐的开始变得清晰 那是圣灵山即将开启的迹象 这两天我找夏学姐打听过 这一次的圣灵山 你或许需要注意六个人 这六人算是如今北苍大陆中 年轻一辈最顶尖的人 实力极强 恐怕连魔龙子都避不上他们 哦 哪六个 第一个 自然便是龙魔宫的魔行天 他会是你此次的最大敌人 你手中拥有着龙魔宫的质宝 他们一定会出手将其夺回去 而在圣灵山中 任何的伤亡都无法追究责任 所以魔行天一定会对你出手的 而根据夏学姐的情报 保守估计 这魔行天的实力 起码是渡过了小三难 第一难 肉身难 渡过肉身难了呀 母臣微微点头 眼神也是有点犀利 接下来 便是暗影山会的少主刘颖 以及天原商会的董约 悬音山的周轩 西极殿的西青海 这个人 我们之前曾经在西荒城见过一次 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与魔龙子战斗 另外 还有一个便是天顶圣宗的苏不朽 这些人 恐怕都拥有着 度过第一难的实力 个个都是北苍大陆上 那些顶尖实力 情尽资源与时间 培养出来的顶尖天才 算是未来支撑商会 宗派的顶梁柱 如果在圣灵山中遇见 也会是你的劲敌 当然 下雪级的实力 也不比他们弱 不过与其他人相比 向来 他针对你的可能性不大 多说很角色呀 牧尘点了点头 这也就是北苍大陆 年轻一辈顶尖的力量吗 果然是不容小觑呀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应该让我陪你参加的 洛梨看了牧尘一眼 柳梅接着微粗 这圣灵山之战 显然不会是以往那些 小打小闹可比 而且这里 不会有任何的流情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便是 从那圣灵山中走出来 洛梨对此显然也是有些担忧 虽然她一直都相信着牧尘 名额就一个吗 我可舍不得让你去面对 那些比狼害狠的家伙 而且放心吧 虽然对手很强 但我也不接得就很弱 回头我看看那圣灵洗礼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能够带出来的话 我也给你那么一个 我听夏学姐说 每一次的圣灵洗礼 都是极为稀少的 只能够供少出几人进行洗礼 如果你还敢带出来 恐怕会被围攻的 牧尘笑了笑 也不反驳 对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偷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洛梨寺是想起什么 玉手一扬 便是有着树的火光浮现 然后悬浮在了他的面前 那是五个月末巴掌大小的透明玉瓶 瓶子内竟然是盛满了燃烧的火焰 这些火焰呈现齿红之色 一种高温随之散发出来 不过那透明的玉瓶显然也是特殊的材质 任由那些火焰如何生腾 都是无法将其烧碎 这是你拜托夏雪姐购买的东西 据说这里面的火焰是一种名为 烈焰雀吞噬地心岩浆而形成的 具有着不小的破坏力 这小小五个玉瓶内凝聚的火焰 几乎是数百只烈焰雀方才能够化成的 萝莉有些疑惑地看了牧尘一眼 显然并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会收集这个 虽然这种东西在对敌的时候 能够取到一些出气不意的效果 但却并不是特别的强 自有妙用 牧尘望着那五个玉瓶 眼中掠过一抹喜色 接着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起 看来倒是欠了夏学姐一个人情 这东西显然是价值不菲 而且极难收集 也多亏了夏悠然是酒下商会的大小姐 不然的话 她还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能弄到手 应该是借了灵溪姐的光吧 洛黎微微一笑 夏悠然对灵溪姐极为的亲近 而她在见到后者对牧尘的那种态度后 显然对牧尘也是有些重视 所以方才会对她的请求如此的上心 牧尘点点头 也没八卦地去理会夏悠然 与灵溪之间的关系 只是拍了拍手腕 有了这些东西 她倒又能多一个底牌 到时候 就算是对上模型贴 应该也能让她喝上一壶了 二十句辈 接下来 牧尘伸了一个懒腰 凝望着远处那隐藏在滔滔灵溪之中的山体轮廓 胆带一笑 就等着圣灵山开启吧 一日 上时清晨时 圣灵城的气氛就俨然是彻底的爆发 无数道光影蝗虫般的略处 在那城市的周围 一些山峰 平原上 也是不断地有着身影 腾飞而起 化为光红 呼啸过天际 圣灵溪里的诱惑太大了 无辱人为之眼红 所以就算是强如那些顶尖的势力 也不可能独自地霸占圣灵山 因为那样会真正成为众矢之地 这一点 就算是北层里约 以及素来霸道的龙魔宫 都有些无法承受 毕竟代价太大 所以 圣灵山 便是整个北苍大陆所有人的 只要你有实力 以及没有超过哪个限制 都是拥有着钱来争夺的资格 于是 那场面便是变成了 如今这种浩荡与壮观 牧尘一行人也是动身 在台苍院长的带领下 来到了那浩瀚伶俐海洋之前 此时的天空以及地面 都已经被人山人海所不满 不过最前方的那些位置 显然只有着北苍大陆上 那些顶尖势力才有资格占据 北苍林院的到来 也是引起了众多的注意 毕竟北苍大陆上 没有谁能够小觑 这个真正的庞然大物 台苍院长 只是对着一些相熟的人笑了笑 然后便是覆手而立 略有些深邃的目光 望向那凌厉海洋之中 犹如被隔绝在一片空间之内的 巍峨山体 牧尘倒是看了一眼不远处 那里是龙魔宫所在的范围 黑龙至尊站在首位 在其身后便是身着 马步衣衫 看上去显得极为普通的魔性田 如果不是那对 令人印象深刻的死潭般眼神 恐怕将他丢进人堆里 都很难再找出来 但就是这么一个 看似普通的家伙 却是如今北苍大陆 年轻一辈中 真正最棘手的人 察觉到牧尘的注视 那魔性田也是偏过头 冲着他淡漠的一笑 笑容中并没有什么杀意 但牧尘却是知道 或许这魔性田 已经将他列入了必杀名单 玄山榜第二也被解决掉了 就剩你了呀 牧尘喃喃自语 接着抬起头来 只见了那片浩瀚的灵力海洋 在此时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那座隐藏在身处的 伟鹅身体愈发的清晰 天地间的空间 也是在此时 当扬起了涟漪波动 所有人眼神都是滚烫起来 圣灵山 要开启了 天地间的灵力 犹如海洋一般的翻滚着 那种低沉的声音 仿佛连这片空间 都是无法承受 进而呈现一种 剧烈扭曲的感觉 而在空间扭曲节 那仿佛被隔离在一片 破碎空间之中的 巨大山体 也是越来越清楚 与此同时 一股仿佛从远古时代 便是残留下来的奇特 威亚悄然的荡漾开来 这种威亚 在成绝大部分 都是无法察觉 只有这类似 太苍院长他们这种 踏入了至尊级别的存在 眼神 方才是微微一灵 心中有些忌惮 那股威亚 虽然在岁月的流逝下 削弱了许多 但对于他们而言 依旧还是拥有着压制力 因为那是一位天至尊 作画之后所留 天至尊 至尊之中的帝王 那种层次 对于太苍院长他们而言 实在是太过的强大了 当然 一位天至尊 就算是放在 这汇聚了万千未灭的 大千世界中 也依然是那种 顶尖级别的存在 无数至尊 都将会为其顶礼膜拜 那是真正能够 镇守一方天地 甚至掌控未面的大人物 而那种威亚 牧尘他们自然是 无法地察觉到 只是隐隐地感觉到 有些不太舒服 但却并没有受到 太大的影响 牧尘只是盯着 那扭曲的空间 等待着圣灵山的开启 而在他静静等待间 一道相风倒是 靠近了过来 他偏过头 然后便是 见到夏悠然 来到他身边 此时的后者 依旧是那性感 而火爆的 火红软甲 肌肤如雪 身材丰满而窈窕 吸引着不少的目光 牧尘 进入圣灵山之后 小心一些 特别是小心空间洪流 以及空间刚方 夏悠然冲着牧尘明媚一笑 空间洪流 空间刚方 牧尘唯唯一正 对于圣灵山 丝毫不了解的他 显然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圣灵山所在的地方 是一片破碎的空间 而空间之外 便是极端可怕的 空间洪流 一旦被卷入其中 必死无疑 而空间刚方 则充斥着圣灵山四周 越靠近中央地带 那空间刚风就越厉害 一旦承受不住的话 便是会被那空间刚风 吹进洪流之中 被绞杀成灰烬 这是圣灵山自带的 两种最危险的东西 不知道有着多少强者 葬身其中 多谢夏学姐提醒 我知道了 母臣感激地点点头 夏悠然 接着说道 另外 要小心其他的人 参加这次圣灵山的强者 不知道有着多少 但那圣灵洗礼 其实仅仅只能供 屈之可数的人完成洗礼 所以 进入其中的人 其实都算是竞争者 一旦有机会 或许会有人 直接对你下杀手 进入圣灵山脉后 你就随我一起 我会带你去那洗礼之地 你在我身旁的话 那魔行天 应该也会忌惮一点 不至于太过的张狂 但至于能否获得 圣灵洗礼 就真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夏悠然看了一眼 不远处魔行天的方向 美目中略过一抹忌惮 不过他依旧还是轻声说道 牧尘笑笑 心中对夏悠然的好感 倒是提升了不少 魔行天的厉害 他很清楚 虽然夏悠然 也算是被仓大陆上 年轻一辈中的顶尖人物 但如果真要与魔行天怼上 他恐怕也会极其的忌惮 不过此时为了他 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亦是相当不已 毕竟 没有谁喜欢平白地去得罪 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 夏学姐放心吧 如果我觉得不行的话 会直接退出 不会给你拖后退的 夏悠然倒是没想到 牧尘这么干脆 当即炎然一笑 伸出玉手拍了拍牧尘肩膀 放心了 灵溪姐曾经救过我 难得见到 他会对一个男孩子这么伤心 我怎么都会保护住你的 牧尘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头感谢 而在牧尘与夏悠然笑谈着 等待着圣灵山开启时 倒并未察觉 在那远处 一道微冷的目光 望着他们这边 而那视线的主人 正是那位暗影商会的少主 刘颖 他望着夏悠然 与牧尘那亲密的举止 眼神也是有些阴影 嘴角微微抽搐 在他旁边 那天元商会的少主 董渊则是担待一笑 他知道 刘颖是一个战有欲 极强的家伙 虽然这两年 他追求夏悠然 并没有什么进展 但依旧是将其视为禁篮 如今 瞧得牧尘 与夏悠然这般亲密 向来心中已是恨不得 将那牧尘碎势万断了 别急 等进了圣灵山 那小子想跑都跑不掉了 我可没功夫把时间浪费 在这种小子身上 刘颖闻眼 眼神虽然依旧阴益 但却是淡漠地笑了笑 他不是不分轻重的人 虽然对牧尘敢接近夏悠然 感到极为的愤怒 不过他知道 进入圣灵山最重要的事情 是获得圣灵洗礼 怎么可能把那种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牧尘身上 当然 如果真是碰巧遇见了的话 那我倒是不建议顺手解决掉 刘颖手指转动 指尖犹如是有着幽影浮现 嘴角的笑容显得有些冷烈 懂圆满脸笑容 那牧尘虽然看似 只是通天井出奇的实力 但恐怕并不会太简单 到时候刘颖与他斗起来 就算能省 或许也会付出一些代价的 当然 这一幕会使他很乐意见到的 而就在刘颖眼神阴翼间 那片浩荡的灵力海浪 突然传出了猛烈的轰击之声 那空间扭曲得愈发激烈 再然后 众人便是惊喜地见到 那里的空间 竟然是在此时 被缓缓地撕裂开来 空间裂缝蔓延着 而在那空间裂缝之后 一座看不见尽头的伟鹅山脉 则是带起巨大的阴影 从那空间裂缝之后 生生地插出来 一节巨大的山体 从那空间裂缝后探出 然后出现在了这天地界 远远看去 犹如凭空悬浮在天地界的山脉一般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片山脉 却只是那圣灵山脉 不起眼的一角而已 而在山体内的一小节 探出空间裂缝时 顿时有着狂猛的空间 钢风吹拂了出来 那钢风吹动 携带着一轴 向他灵力的力量 仿佛连天地灵力 都是被撕碎而去 不过此时都无人注意这个 所有人都是眼神赤红地 望着那空间裂缝之后的 伟鹅山脉 那是一座隐藏在空间之中的山脉 不过从这里来看 仅仅只能看见其冰山一角 由此可见 那座圣灵山脉 拥有着多么可怕的规模 恐怕其面积 不比这庞大的圣灵欲小 圣灵山 终于是在此时出现了 天地间的气氛 仿佛都是在此时凝固起来 不过这种凝固 仅仅持续了瞬间 便是被陡然打破 只见得那铺天盖地的人影 顷刻间爆射了出去 那急促的破风声 犹如雷霆一般 向车起来 圣灵山开启了 那圣灵犀礼我要定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染指圣灵犀礼 一道道兴奋无比的咆哮声向车 这片天地彻底的暴乱起来 牧尘 我们也动身吧 夏犹然望着那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冲进圣灵山的人影 也是迫不及待地说道 牧尘点点头 回头看了洛璃 灵犀 以及台仓院长他们一眼 那我进去了 小心一些 洛璃与灵犀 皆是叮嘱 若是遇见极端危机的情况 便捏碎我给你的玉符 我会把你救出来 台仓院长神色凝重 虽然如果他要强闯进 圣灵山会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他却没办法 看着牧尘死在其中 那对于他们北仓陵院 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牧尘轻轻点头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圣灵山的特殊 那里就算是 台仓院长的实力 都不可能轻易地进出 然而后者却是 能说出这番话 显然对他极其地看重 夏幽然交去一道 已是率先掠出 化为一道红光 冲向那次空间裂缝中 探出来的一节山脉 而牧尘也是立即动身 紧随而上 两人掠过铺天盖地的流光 然后直接是互相伴随 冲进了那空间裂缝 而后山形越来越渺小 最后彻彻底底地消失而进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涌入那圣灵山脉 只见的那片空间 也是一点点地变得透明 犹如一面镜子一般 而镜子之中 是一片辽阔无尽的 古老山脉 此时在那山脉的边缘地带 有着无数道黑影浮现 那是先前闯入其中的人 那扑天盖地的身影 瞬间打破了圣灵山脉之中 横顾长存的安静 而在这外界的天地间 各方大佬也是凌空而立 眼神紧紧地注视着 那隐藏在空间之中的 古老山脉 他们知道 接下来在那里面 恐怕就会爆发出 极为惨烈而残酷的争斗 一切都是为了 那仅供屈指可数的人 享受的圣灵洗礼 这是一片有些荒凉 但却显得极为无尽的山脉大地 而此时 这片横顾般安静的大地 却是因为那蝗虫般掠来的人影 而变得悬化以及沸腾 无数道光影铺天盖地而掠来 然后落到这片大地上 所有人都是眼神贪婪地 望着那片无尽的山脉 这座圣灵山脉 据说是一位天之钻 作画后所形成 虽然这里最宝贵的 无疑是圣灵洗礼 但除此之外 却依旧还有着诸多 从远古时期 一流而下的天才地宝 这些东西 如果能够获得 对于他们而言 也会是天大的稀释 母臣余下悠然 也是在此时落到了这片大地 母臣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这无尽山脉太过的辽阔 他们身处其中 就犹如蝼蚁一般 参天巨树处理 每一根都千丈庞大 犹如晴天之柱 就算是风暴 都无法将他们撼动 母臣抬头 却是发现在那高空之外 竟然是呈现一种漆黑的色彩 那并非是夜空 而是破碎的空间 那种幽黑 犹如黑洞在旋转 任何落入其中的东西 都将会被那种黑暗所吞噬 令人恐惧 天空上 有着一些巨大的光团 散发着光亮 照耀着这无尽山脉 在那光团内 似乎有着相当恐怖的波动 散发出来 显然 这些东西 应该也是那位传说中 作画在此处的天至尊所留 以他们的实力 根本就不敢靠近 这就是圣灵山脉吗 牧尘有些惊叹 他能够感觉到 这片天地间的灵气 有些特殊 其中似乎蕴含着 一种神秘的物质 若是将其吸收炼化 仿佛整个身体 都是发出了一种饥渴的感觉 恨不得 将那些天地灵气 尽数地吸收一般 这里的天地灵气 据说掺杂了那位 天至尊作画师的鲜血 对肉身的修炼 极其好处 难怪啊 牧尘的心头有些震撼 那位天至尊 不知道陨落了多少岁月 但即便如此 他所残留的一些鲜血 都是能够改变 这片天地间的灵力 这等能耐 真是逆天了 不过可惜 圣灵山脉 每次开启时间极短 仅仅只有数天的时间 不然一直在这里修炼 也有着天大的好处 夏悠然有些可惜 虽然他们酒下商会底蕴极强 但也不可能弄出这种 掺杂了天至尊鲜血的灵力 来供人修炼 牧尘点点头 如果他能够在这里 修炼一段时间的话 恐怕雷神体 也是能够取得不小的突破 这里的大地 也是有些不一般 牧尘低头瞧了一眼那地面 这里的大地 呈现淡淡的暗红之色 他催动灵力 脚掌重重地堕了一下 却仅仅只是在地面上 震出树道并不太欺眼的裂缝 当即眼皮都是忍不住地跳了跳 如果是在外面 他这一脚一下 就算是一座山峰 都得抖上一抖 但在这里 竟然只能取得这点效果 因为那位天至尊 作画在这里的缘故 他的一些血肉 则是融入这圣灵山脉 这里的一切 都是显得与众不同 原来如此啊 另外 圣灵山脉也是因为天至尊的作画 借助着他的力量 从而孕育了一些神奇的天地灵宝 这些灵宝极为的珍贵 因为他们在这里生长 必然是吸收了大量掺杂着 天至尊鲜血的灵力 那对于肉身的锤炼 有着极强的效果 其实很多进入圣灵山脉的人 并非都是冲着圣灵溪里去的 虽然那的确是最珍贵的东西 但毕竟户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还不如趁此寻找一些天才地宝 强大肉身 为以后度肉身难做准备 牧尘点了点头 其实他也是对此有些心动 不过他也知道轻重 他的目标是圣灵洗礼 实在没时间专门去寻找那些 隐藏的极深的天才地宝 走吧 我们直接去那圣灵山脉中心的洗礼之地 顺便看看中途能否好运 遇见一些天灵地宝 夏悠然奄然一笑 接着交去略处 牧尘见状 也是立即跟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两人都是低空极略 并不敢升上高空 因为在这里离地面越远就越危险 一旦倒霉的被卷进那破碎空间内 恐怕顷刻间 会被那种可怕无比的空间洪流 碾压的连渣都不剩 而在他们对着这辽阔的圣灵山脉 深处而去时 那周围也是不断的有着人影 积略而出 他们犹如蝗虫般的冲进山脉 然后无孔不入的搜寻着 蕴藏在这片大地中的天灵地堡 而这种地毯式的搜索 也的确有着一些效果 一路而过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 牧尘二人便是见到了一些灵光 冲天而起 显然是一些天灵地堡被发现了 牧尘与夏尤然 站在一座山坡高处 他们望着 右侧远处那些冲天而起的灵光 对视一眼 竟然都是摇摇头 虽然那应该是天灵地堡 不过 看那灵光的强横程度 想来那灵堡之中蕴含的灵气 也并非是特别的强大 再加上 被吸引而去的人实在是太多 所以他们并不想因此浪费时间 所以 在他们两人果断放弃 前去翻一杯羹的想法 直接是将速度 催动到极致 暴虑了出去 在牧尘与夏尤然 加速着对着洗礼之地赶去时 沿途也是遇见了不少相同目的的人 各自对视 神色都是有些不善 不过终归没有人对他们出手 向来也是认出了夏尤然 知晓这位酒下商会的大小姐 并不好惹 而借助着夏尤然的名声 也是无人敢对牧尘出手 虽然 他那通天井出气的实力 在这里显得极为的普通 小心 激烈之中 夏尤然突然伸出玉手 拉住了牧尘 他美目凝重地望向前方 空间钢风要来了 牧尘抬头 只见得那远处的天地 似乎是变得有些混暗 隐约可见 飓风在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而且在那飓风之中 似乎有着一道道黑色的波纹浮现 那竟然是由狂暴的空间波动 所形成的风人 那些空间钢风呼吓而过 甚至连那些千丈高达 犹如晴天之助般的巨数 都是被切断而去 断裂出光环如镜 这让到牧尘看得暗暗心轻 这空间钢风果然厉害 先躲一下 夏尤然拉住牧尘迅速下落 然后落进一处山坳之中 玉手一挥 磅礴灵力呼啸而出 化为一道灵力光膜 将这小小的山坳笼罩而进 在夏尤然熟练地做完这些后 天地已是尽数的昏暗 铺天盖地的黑色钢风 席卷而来 那大地上 直接是被那钢风中 掺杂的黑色空间之刃 切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显示出相当惊人的破坏力 他们所在的这片小山坳 也是受到了波及 那灵力光膜不断地震缠着 一道道黑色的空间之刃 将那光膜震得摇摇欲坠 牧尘眼神凝肿 替那灵力运转 随时准备出手 不过 缩性并没有出现 他最担心的事情 虽然灵力光膜不断地颤刀 但却始终未曾破碎 这倒是让得牧尘 悄悄松了一口气 而在牧尘松起之时 那远处突然有着惨叫声传来 他视线望去 只见得在那里 竟是有着实属人 所布置的灵力防御 被空间钢风撕裂 然后 还不待他们出手 那一道道黑色的空间之刃 便是毫不留情地掠过 将他们的身躯 切碎成漫天碎肉 牧尘看着那随风散去的漫天血肉 眼皮都是忍不住地跳了跳 那些家伙中 并不乏实力与他相同的通天境初期 但在这空间钢风中 却是毫无反抗之力 这一波空间钢风过去 不知道会有多少家伙倒霉 下游人 红船一撇 倒没什么怜悯 既然想要来到这种地方 那就自然也要有付出最惨烈代价的准备 等这波空间钢风过了 我们再赶路 牧尘点点头 然后就打算略作歇息 不过就在他刚刚盘坐下来时 神色突然移动 转过头望向遥远的山脉处 那里也是空间钢风波及的地方 而且显然更为的狂暴 在那里 甚至有着一道巨大的龙卷风暴在肆虐 扑天盖地的空间之人呼啸而出 撕裂着一切所碰触之物 牧尘盯着那道龙卷风暴 双目却是忍不住地眯了起来 因为在那风暴之中 他似乎是见到一团耀眼的灵光 而在目光注意到那团耀眼灵光时 后者突然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那种光芒甚至令得这浑暗的天地 都是明亮了一瞬 而也是借助着这刹那间的明亮 牧尘看见了那光芒之中 似乎有一节银白色的东西 有点类似骨头 那是什么 牧尘喃喃自语 不过接着他面色突然一变 手掌忍不住地摸上了胸膛 他感觉到气海之内突然传出了一股颤动 而当他感应到那颤动的来源时 心脏都是激烈地跳动了起来 因为那源头竟然来自他气海之内 那神秘无比的一叶黑纸 而且这种颤动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要显得激烈 牧尘体内那神秘黑纸颤动得愈发急促 而他的面色也是愈发的凝重 这些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神秘黑纸如此动静 而显然 这应该是与那远处龙卷风暴内的东西有关系 夏悠然也是察觉到先前那种光芒 然后美目看去 便是见到那龙卷风暴内的光团 敲脸上顿时有着惊讶浮现出来 应该是某种天地灵宝吧 没想到竟然会在那风暴之中 他有些惋惜 从先前那种动静来看 恐怕眼下这天灵地宝并不简单 但可惜的是那东西潜藏在风暴之中 而这时候靠近那里显然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 毕竟一旦被那种风暴吹上高空 就会被吸入空间洪流内 到时候就真的是在劫难逃 牧尘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风暴 急着猛地站起身来 夏悠然被他吓了一跳 瞧得他的脸色 牧尘 别冲动 那里太危险 这种天灵地宝可不好烧 牧尘苦笑一声 他自然也是明白靠近那里的危险 但他对体内的神秘黑质极为的看重 这东西连大须弥魔柱都能镇压 足以说明他的不凡 虽然牧尘到现在都无法搞清楚他的来历 但他有着一种直觉 这神秘黑质恐怕相当的强大 而为了弄清楚这神秘黑质的秘密 一些血 牧尘也是必须去猫的 所以 面对着夏悠然的劝说 他只能微微摇头 夏学姐 眼下这灵宝对我挺重要的 我必须试试能否弄得手 夏悠然捡到牧尘已是打定了主意 不由得堕了堕欲足 这家伙也太乱来了 夏学姐放心吧 我知道分寸 如果真是无法得手的话 我会退回来的 你就在这里等我 牧尘一笑 就准备动身 夏悠然 阴压微摇 伸出玉笔拦住了他 怕你了 一起去吧 也能有个照应 如果你在这里出了事 我怎么和灵溪姐交代 牧尘心头有些感动 不过也没再拒绝 夏学姐 谢谢了 夏悠然颇为洒爽地摆了摆玉手 接着他玉手一握 只见的一颗龙眼大小的青色珠子便是出现在了其面前 在那青色珠子上面布满着玄傲的纹路 隐隐地有着强大的灵力波动散发而出 牧尘能够感觉到 在这颗青色珠子出现的时候 周围的风声 仿佛都是寂静的下来 牧尘有些奇特地 看了那青色珠子一眼 显然 这东西应该也是一件不凡的灵器 这是玉风灵珠 是一件上品灵器 虽然攻击性不是特别的强 但对于任何风暴攻势都有着极强的防御效果 有了它在身上 我们就能够靠近那片空间刚封的区域了 下游人 玉手握住那青色珠子 笑隐隐地说道 牧尘闻言 顿时有些惊喜 心中忍不住地赞了一声 不愧是酒下上会的大小姐 身家就是不一样 比起她来不知道强了多少 这等特殊的上品灵器都能拿出来 牧尘修炼这么多年来 身上的灵器极为的稀少 上品灵器更是一件都没有 那大须弥魔主虽然厉害 但也不能轻易地动用 所以与下游人比起来 她真不是一般的寒碜 下游人玉手一扬 那笼罩在这片小山傲的灵力光木 便是散去 灵力光木一散 那铺天盖地的空间刚风便是呼啸而来 不过当这些刚风 在进入的牧尘二人周身正续范围时 却是陡然间减弱下来 那种强大的杀伤力锐减 甚至无法再破掉 牧尘他们身体表面笼罩的灵力防御 那种感觉 仿佛是有着一个无形的护罩 保护在他们周身一般 极为的起义 下游人见状也是一笑 身形急事而出 这个时候 显然他们也不太敢直接飞上半空 即便他们拥有着御风灵珠这种宝贝 但凡事总归是要小心为上 牧尘紧紧地跟随在下游人身后一步 两人自那狂暴的空间钢峰中迅速掠过 犹如两道细小的光影 而在那沿途的一些山傲隐蔽处 也是有着一些视线 发现了传缩在钢峰中的两人 当即都是有些失神 这种时候都是在躲避空间钢峰 这两个家伙竟然还敢如此大张旗鼓的破风而行 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对于那些暗处的目光 牧尘二人却并没有理会 加快速度迅速地对着那龙卷风暴肆虐的区域掠去 借助着御风灵珠的保护 他们两人倒是极为顺利地 穿梭过了那狂暴的空间钢峰 然后掠上一座高坡 在这里抬头便是能够看见 不远处那肆虐的龙卷风暴 那风暴呈现幽黑之色 铺天改地的空间锋刃细卷出来 将那大地撕裂的千疮百孔 而在那风暴深处 那团光芒愈发得明亮 牧尘眼神发热地望着那团光芒 随着接近 他感觉到体内的神秘黑质 震动得愈发急促 他一步跨出 就忍不住地摇出手 等等 夏悠然拉住他的手臂 美目却是望向了不远处的一些暗处 那里 隐约可见一道的人影 而此时那些人 都是在盯着那龙卷风暴 显然 他们都是发现了 隐藏在龙卷风暴内的灵宝 看来盯上这东西的人 倒是不少 夏悠然的柳眉微醋 能够在这种空间 刚风肆虐的时候 还来到这里夺宝 显然 都不是什么普通角色 看来 这东西啊 今天是没那么容易到手 牧尘眼中倒没有多少意外之色 那风暴中的灵宝应该不普通 能够吸引一些人来夺宝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眼下倒也急不得 他们想要夺宝 那就让他们先去试试吧 我们先看看 夏悠然完颜也是轻松了一口气 他倒是有些怕牧尘 抵不住灵宝的诱惑 莽撞的出手 到时候 不仅要承受空间刚风的攻击 恐怕还会引来不少的明刀暗剑 这种时候 可绝不能失去冷静的 牧尘二人的到来 显然也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唐济 不少人都是有点按捺不住 似乎被那灵宝吸引来的人 越来越多了 如果再等下去 恐怕得手的机会 会越来越低 一些暗处 有人目光闪烁 接着猛的一咬牙 身形陡然爆裂而出 磅礴灵力爆发开来 一时间 连那空间刚风都是被震开 而那实数道身影 则是直奔那龙卷风暴而去 试图蛮横冲进去 抢夺灵宝 而就在他们接近龙卷风暴时 只听得漫天狂风呼啸 无数道黑色的空间风人 铺天盖地地射了出来 那种数量相当的可怕 黑色的空间风人 呼吓而过 顿时惨叫声响吱而起 只见得 那弥漫在那些人 周身的磅礴灵力 竟然直接是被那些空间风人 生生地撕裂开来 而后那一道道身体 便是被切割而开 漫天鲜血喷洒 唯有着一些 有着狐身灵气的家伙 因为灵气阻碍空间风人 瞬间 身形狼狈倒射 不过依旧是在付出了相当惨烈的代价后 方才惊骇欲绝地落回地面 满身鲜血的模样 显得极为的正名 暗处 有着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空间刚风果然恐怖 那些出手的人 个个都拥有着通天井的实力 其中甚至有一人达到了通天井后期 不过依旧是被狼狈地震了回来 但比起那些被撕碎的倒霉家伙啊 他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这第一波人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 那些被灵宝刺激地演发红的人 也是渐渐地冷静下来 满头冷汗 不敢轻易出手 空间刚风依旧是在疯狂地肆虐着 那龙卷风暴犹如一桶庞大无比的黑色巨龙 翻转之间 侍奉着惊人的力量 什么时候出手 我建议 还是等这风暴减弱下来再出手吧 牧尘眼中掠过沉吟之侧 却是摇撩头 小学姐 现在其他人 也是如你这般想法 所以 一旦真等到风暴减弱 恐怕所有人都会出手 那种混乱之下 想要取得其中灵宝 或许比现在还困难 那你 小学姐 暂尽你的御风灵珠一用可行 要一个人去啊 夏悠然一惊 俏脸微别 那空间刚风 就连通天井后期的人 抵挡起来都有些狼狈 牧尘这通天井初期的实力 进入那风暴之中 恐怕是凶多吉少 小学姐 这里还有着一些人在忽视眈眈 我感觉到一些 相当厉害的波动 看来 有厉害角色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你 能在这里帮我阻拦一下 而至于夺宝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吧 夏悠然 柳眉尽醋 想要劝阻 但最终还是因为 在眼前少年脸庞上的笑容 咽下了嘴中的话 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轻轻点头 而在牧尘与夏悠然轻声交谈间 那不远处的一座山体裂缝处 倒是有着两道人影 眼神淡漠地望向他们 那般模样 正是那位暗影商会 以及天园商会的少主 刘颖 董渊 真是院家陆窄呢 看来他们 也是看中了这件领宝了 你怎么说 刘颖首帐 按在坚硬的山壁上 五指犹如刀锋一般 将那山壁撕裂出 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他默然地拍了拍手 盯着牧尘身影的眼中 有着阴冷之色掠过 放心 那小子 没那种福气 享受这种领宝的 黑色的龙卷风暴 肆虐在天地界 那低沉的声音 犹如巨龙在咆哮 令他这片大地 都是在风暴的肆虐下 颤抖着 经历了先前 第一波人马的惨烈 那些暗处的各方人马 倒是不敢再轻易地 有所动作 目光闪烁间 都是在暗暗地等待着 空间刚风的渐入 只有那个时候 他们才能够出手 而在所有人暗中 等待着时机的时候 牧尘已是 自下游然玉手中 接过了那颗御风灵珠 接着将其放入袖中 抬头望着那四女的 龙卷风暴 深吸一口气 我动手了 夏学姐 如果到时候我得手了 你就先行离开 然后在前面会合 如果他真的能够将那领宝 夺到手 恐怕也会立刻成为 众矢之地 那时候 若还与夏悠然在一起的话 或许也会给他 带来一些麻烦 虽然夏悠然并不介意 可牧尘却并不想 始终给人带来麻烦 夏悠然也是知道 牧尘的意思 不过他也清楚 眼前的少年年龄虽然比他小 但却极有逐渐 所以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 小心一些 牧尘也是笑着点点头 接着不再犹豫 燃烧着黑炎的灵力 升腾而起 将其身体尽熟地包裹 在那皮肤之下 仿佛也是有着黑色的雷虎闪烁 面对着那可怕的空间刚风 牧尘显然也不敢有丝毫的代码 直接是将所有的防护 都催动了 做完这些 牧尘的眼神也是逐渐的凌厉起来 身形移动 便是犹如一道黑色闪电 暴虫而起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因为先前的缘故 这片区域 亦是无人再敢轻易出手 如今牧尘突然动作 立即便是将那所有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又有人出手了呀 通天井初期 这哪来的蠢货呀 简直就是送死啊 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这等灵宝 也得有福消瘦才行啊 众多窃窃私语一声 在暗中传开 大多都是积逢冷笑 那由空间刚封锁 所形成的龙卷风暴 就算是通天井后期势力的强者 都会极为的棘手 类似通天井初期势力的人 几乎是连逃都逃不掉 站在山铁裂缝中的刘颖 与董渊 也是微眯着双眼 望着那冲天而起的身影 眼中掠过一些惊异之色 他竟然打算独自去夺宝啊 董渊有点惊讶 他还以为夏悠然会陪牧尘前去 没想到 这家伙胆子这么大 不过这种实力 能闯进那龙卷风暴吗 刘颖淡漠一笑 眼睛盯着天空上那道飞速略过的身影 真是有趣啊 那我倒是要来瞧瞧 这个最近声名雀起的小子 究竟有什么能耐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着 他还是对着某个地方打了一个手势 那里似是有着一道黑影 带着一股阴寒之气战机 周围的一些强者顿时离他远远的 眼神中充满着忌惮 哦 是那个家伙呀 看来你是不打算亲自出手啊 梧桐可是天网城城主 在北苍大陆上也是有着一些名气 当初欠我一个人情 如今正好还了 一个通天井出奇的小子 再有手段也还不值得我亲自出手 刘颖淡淡一笑 笑声之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傲气 动员送送街 这个家伙真是谨慎呢 而在两人说话间 天空上木尘的身影已是暴力而出 那种狂暴而淋漓的空间刚风 出人意料的竟然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阻碍 燃烧着黑炎的灵力将其身体包裹 偶尔有着黑色的空间锋刃吸卷而来 但却根本无法穿透那层灵力防御 剧般一幕顿时引来了不少精华之声 不少人神色惊异不定 有些无法明白 为什么那种凶猛无比的空间锋刃 落在木尘身体上是 仿佛轻飘飘的没太多力量一般 那小子身上有能够防御风暴的灵气 董渊眉头微微一皱 身为天元商会的少主 他的眼力可不一般 一眼便是看了出来 木尘应该是有着特殊的灵气呼体 不然不可能会在这空间刚风之下 行动自入 丝毫不受影响 应该是夏悠然给他的吧 刘盈眼神愈发的阴影 夏悠然为了保护这木尘 还真是舍得花心思 天际之上 木尘身形暴力而出 短短时熟悉的时间 便是接近了那巨大的龙卷风暴 而他浑身也是愈发的紧绷 因为他知道 真正接近了这里 才是真正的危险 先前那一波人马 便是在这里被杀得溃不成军 损失惨重 而就在木尘警惕间那龙卷风暴 仿佛也是察觉到了他的靠近 顿时有着嗡名之声震大而起 接着他便是神色凝重地见到 铺天盖地的黑色空间风刃 席卷而出 犹如一条布满着刀刃的风龙 直接就对着他笼罩而来 他袖中手掌猛地紧握 预风灵珠之中 一道青色的光圈荡漾开来 那由空间风刃所形成的风龙 冲击在那光圈之上 顿时 灵力的光芒便是暗淡了许多 那种锋利程度 也是受到了削减 不过这次的攻击 毕竟太过的强大 即便是被预风灵珠 大大的削弱后 依旧没有散去 一道道空间风刃 狠狠地射中了牧尘的身体 下方 顿时有着一些幸灾乐乎的冷笑响起 这小子 接下来就该千疮百孔了吧 冷笑声戛然而止 一些人的眼睛都是猛地瞪大了一些 只见得 在那天空上 呈下了那众多空间风刃袭击的牧尘 竟然只是被震飞了十数米 然后便是再度稳住 身体之上没有丝毫鲜血低落 更何况那种被撕裂了 这家伙竟然把那空间风刃全部都承受下来了 这一幕让得一些通天井后级的强者 面色都是凝重起来 他们自认如果是换做他们 恐怕都不可能 在承受了那么多空间风刃后 还毫发无损 眼前这个少年显然是真有些本事的 而天空上的牧尘 倒并没有理会下方那一道道的视线 他低头看了一眼身体上 衣衫已经被割裂 皮肤之上留下了淡淡的白痕 隐隐作痛 不过这点痛完全能够被牧尘无视 牧尘也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索性如今他十里大涨 再加上修炼了雷神体 以及这御风灵珠之主 这空间钢峰倒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冲进风暴之中吧 牧尘咧嘴一笑 身性一动就打算冲进那龙卷风暴内 将那灵宝夺到手 山体裂风中 刘盈冷漠地望着那道 在空间钢峰的阻拦下 依旧视如破竹般的身影 接着对着那不远处 轻轻点点头 伸出手掌 抹过喉咙 杀了他 那黑暗中 浑身缭缭着阴寒之气的人影 似也是笑了笑 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身性一动 脚下大地崩裂出道道裂缝 而其身性 犹如凶狠的阴损 只冲上天际 这突然间再度冲天而起的身影 也是立即引来众多注视 接着一些人面色便是微微一变 那是天莽城城主 梧桐 这家伙 他早便是进入了通天井后期 也不知道如今有没有度过肉身的 据说梧桐曾经尝试过度肉身的 不过失败了 这家伙也厉害 还能侥幸留的性命 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 寻常通天井后期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他出手了 那小子恐怕就有些倒霉了 在那众多窃窃私语间 那道暴虫而起的人影 也是愈发清晰 那道人影身着青色的战甲 战甲之上闪烁着淡淡的清光 显然也是一件防御性的灵器 周围的空间封人劈砍在那战甲上 虽然留下了道道浅痕 但却无法将其攻破 显然 这梧桐也是有备而来 在那下方 夏悠然也是见到了 对着牧尘而去的梧桐 当即翘脸微沉 一声冷哼 欲止一弹 一道磅礴灵力暴尸而出 犹如匹链一般 对着后者横扫而去 梧桐也是察觉到这道灵力的攻击 不过却并没有丝毫的停顿 也没有理会的意思 不过 就在那道的灵力匹链 即将射中梧桐时 只见得 下方突然一道灰色光红爆裂而来 直接是将那灵力匹链 给阻拦了下来 夏悠然 翘脸微寒的转过头去 然后便是见到 那一道人影 面带着微小的 从山体裂缝中走出来 正是刘影 刘影 你做什么 夏悠然 声音冰寒 又是这个讨厌的家伙 刘影微微一笑 淡淡的声音 在那风声之中传荡开来 悠然 天灵地宝 有能力者得知 何必去阻挠人家 如果那小子没那能力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北苍林院修炼吧 这种灵宝 不是他可以染指的 夏悠然 翘脸冰冷地望着不远处 那面的微小的刘影 周身有着强大的灵力在鼓挡 令得空气都是发出了嘎吱之声 对于这刘影 他素来都是极为的讨厌 当初两大商会 因为某些合作 两人之间 倒是有过一道口头婚约 不过那东西只是一个行使 一种利益的结合 谁都明白 作不得数 但哪料到这个家伙 竟然以此为由 将他视为禁卵 任何与他靠近的异性朋友 都会受其包袱 虽然碍于暗影商会的实力 夏悠然不好与柳影撕破脸皮 但对其厌恶 却是愈发的加深 今日这家伙会突然出手 针对牧尘 显然也是因为 牧尘与他走得近了 柳影 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付你吗 夏悠然声音冰冷 翘脸冷若寒霜 我只是想让悠然 你能够冷静地想一下 那种小子野心太大 受点挫折 也是为他好 说着他微笑地看向夏悠然 悠然 我并没有直接出手对付那小子 也是看在你的面子 所以你就不要再出手了 安安静静来看一场好戏 不是更好吗 你以为拦住了我 那巫童就能对付得了牧尘 不成 哼 我知道那牧尘打败了魔龙子 不过巫童可不是魔龙子 虽然他度肉身难时失败了 但在通天境内 恐怕没多少人是他的对手 夏悠然银牙轻咬 虽然他心中也是担心牧尘 不过这时候表面上 自然不能露出来 那就看着吧 眼下这刘颖显然是在盯着他 不让他出手 虽然夏悠然并不怕刘颖 但交起手来 怕也是会被后者给缠住 那样并帮不了牧尘什么 那我 倒是要拭目以待了 刘颖见到夏悠然漂亮脸蛋上 亲着一些怒火 嘴角的笑容也是变得浓郁了许多 双手抚于身后笑眯眯地望着天空 天空上那梧桐速度极快 犹如一道光影 自那漫天空间钢峰中穿梭而过 他眼神阴厉地望着上方那 针对着风暴激略而去的牧尘 接着猛的一掌拍出 磅礴掌风携带着雄混灵力 洞穿了那空间钢峰 狠狠地对着牧尘神性怒派而去 在那梧桐冲上天来的时候 牧尘就已经发现了这家伙 如今前者一出手 他眼神也是微寒 周身龙影浮现 倒退了十数步 将那宫室躲避开去 然后身形微缓地望着那掠来的人影 你叫做牧尘是吧 那梧桐望着牧尘 胆胆一笑 下去吧 这灵宝不是你能够染指的 你是谁 牧尘眉头一皱 眼前之人 年龄约摸三十左右 周身涌动的灵力波动 竟然比起当日的魔龙子 还要强悍一些 天莽城城主 梧桐 梧桐语气依旧淡然 但有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傲义 牧尘皱眉沉思 接着面无表情 没听说过 梧桐神色一致 他在北苍大陆上 也算是有着一些名气 毕竟能够以他这种年龄 在强者如云的大陆上 成为一城之主 也算是成就不凡 牧尘这般反应 倒是让得他双目微眯起来 被苍立月现在交出来的学员 真是一个比一个狂 怪不得这些年 声望一年不如一年 看来今年是忍不住了 才硬着头皮 让你来参加圣灵山 不过 就怕到头来名声没转到 又把脸给丢光了 一个小小的天莽城城主 也敢口出狂言 北苍立月要灭你 也就挥挥手的事情 牧尘眉头一皱 言语间倒是丝毫 没给这位所谓的 天莽城城主面子 找死的东西 梧桐面色终于阴沉下来 身形移动暴力而出 全影呼啸 携带着沉重如山般的 磅礴陵力 直接对着牧尘 笼罩而去 然而牧尘却并不与他硬捧 身体之上龙影生疼 龙影响彻间 其速度暴涨 直接是对着那龙卷风暴之内 冲了进去 今日 你跑得掉吗 梧桐见到牧尘 冲进那死女的龙卷风暴之中 双目微眯 接着一声愣笑 身体之上的战甲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笼罩了身体 也是化为一道光影 追进了那龙卷风暴之内 而随着冲进那龙卷风暴内 牧尘方才感觉到 这空间刚风的厉害 即便是拥有着预风灵珠保护 但那扑天盖地 并且携带着旋转之力 怒视而来的空间风人 依旧是让得牧尘身体上出现了一道道的红色印子 他运转着灵力 身体表面雷狐闪烁 硬生生地承受着那种扑天盖地的攻击 飞快地对着风暴最内部而去 在其后方不远处 清光闪烁 那梧桐紧随而至 他身体之上的青色战甲 护住他的身体 将那一道道暴射而来的空间风人 尽数地接下 他望着前方牧尘的身影 手掌猛地一握 一柄强击便是闪现出来 手臂一颤 一道道凌厉无匹的尽风 便是横扫而出 将那射来的空间风人尽数地震碎 直指后者周身要害 今日你想在我眼皮底下夺宝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感应到后方暴射而来的磅礴近风 牧尘眼中冷芒掠过 身形骤挺 反身便是一拳轰出 燃烧着黑眼的灵力喷波而出 将那一道道灵力脊影 尽数地轰碎而去 一拳轰碎那些灵力脊影 牧尘却是不再前行 反身便是对着那梧桐 冲了出去 终于忍不住了吗 我以为你会跟个兔子一样一直逃下去呢 那梧桐见到牧尘主动冲来 嘴角的冷笑顿时浮现 果然是个嫩头青啊 这样就受不了 以为他也是魔龙子吗 牧尘暴力而来 他面色冰寒 全印变换 身后磅礴灵力冲铁而起 星空浮现 只见的三头巨大的兽影便是成形 下一场 已是携带着惊人之力撕裂长空 周围狂暴无比的空间刚风 都是在此时被震散 有点能耐 梧桐见到那暴力而来的三大巨大兽影 那上面所蕴含的灵力波动 让得他眼睛微眯 这种公式倒是真能够媲美同天境后期了 这牧尘能够打败魔龙子 也不是完全靠的运气 不过这点能耐 在我面前可算不得什么 武童手中长急猛的一阵 笔直抱此而出 强大的灵力席卷 那道机影 竟是化为了一条庞大无比的巨蟒 巨蟒长小 犹如鱼己身相合 直接是硬生生的 暴刺在那三道巨大兽影之上 狂暴的灵力波动冲击开来 两人所在的摆帐范围 竟然是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周围肆虐的空间刚风 都是无法侵入进来 在那下方 各方强者 都是仰头望着那巨大的龙卷风暴内 那里的两人 正在盯着肆虐的空间刚风 激烈地交手 那看得不少人暗暗扎射 这两个家伙 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那风暴之中充斥着空间刚风 一个不慎 就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也有不少人 对于牧尘的表现感到惊异 武童的实力众所周知 虽然渡肉身难的时候失败了 但也绝对比寻常通天境后期要强大 而牧尘竟然敢于其硬寒 并且还不落于多少下方 这样的不少人感到惊叹 毕竟他的实力 才只是通天境初期啊 狂暴灵力席卷前 牧尘的身影暴力而出 他望着远处持己而立的梧桐 眼中含义 愈发的浓郁 他能够感觉到 这龙卷风暴中的空间刚风正在逐渐地减入 如果再不将这梧桐解决掉 一旦空间刚风散去 或许那下方无数虎视眈眈的强者也会出手 到时候想要在群狼之中夺宝 就真的会很困难了 毕竟牧尘可不认为 他能够一人战胜下灭所有人 所以必须尽快地解决掉这家伙 牧尘双目须眯 身形化为一道光红 笔直地对着那梧桐暴力而去 身体之上有着黑色雷弧跳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肉体中散发出来 修炼过断体神觉吗 那梧桐眼光也是毒了 一眼便是察觉到牧尘肉体的不同 当即冷笑更甚 这个蠢货真以为修炼过断体神觉 就很厉害了吗 虽然他毒肉身难失败了 但这肉体依旧是因此变得极为强大 就算是一些修炼过断体神觉的人 都难以与其相比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招解决掉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梧桐眼中略过阴厉之色 只见的 他的身体竟然也是散发出了盈盈白光 浑身的血肉仿佛都是在此时沸腾 一种极端强大的力量自死至百骸中荡牙而出 他脚掌一塌虚空 身形也是抱舌的出去 数个呼吸之下 一是与牧尘相接触 彼此都是能够见到对方眼中涌动的寒意 牧尘双指柄曲 有如一柄长枪包刺而出 指锋将那周围的空间钢锋都是撕裂了开去 凌厉异常 滚 梧桐三然一笑 紧握成拳 那拳头表面闪烁着盈盈白光 有如玉石 坚不可摧 那一拳 足以将一名通天境后期势力的强者 枕成重伤 然而 面对着他的这种攻势 牧尘竟然依旧没有闪避 双指刺处 然后与那梧桐拳风相撞 在碰触的刹那 梧桐似乎是见到牧尘的嘴角 一抹森冷笑容 缓缓地攀爬起来 同时间 牧尘的一根手指 瞬间变得漆黑无比 就在牧尘手指变得漆黑的那一刹 那梧桐仿佛也是有所察觉 一股难以遏制的寒意 突然在此时涌上了心头 愣喊刷他一下 就湿透了全身 多年修炼赋予他的敏锐感知 令得他此时感觉到了一种致命的不安 所以他几乎是在这一刹 硬生生地止住了那挥出的全室 那股进风反噬 令得他体内灵力 都是紊乱翻涌起来 但他却是不管补骨 身形暴退 现在在走 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然而 在其暴退的瞬间 牧尘那森冷的声音 却是犹如复古之躯一般的传来 少年那俊义的面旁 在此时笼罩着冰寒之意 他一步跨出 双脚之下 仿佛是有着举龙之影浮现 举龙驮付着他的身体 一步之下 便是自那空间中穿梭而过 他的身影 犹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倒是而出的梧桐身前 那幽黑指尖 快若闪电般地直指后折咽喉 那漆黑手指 在此时犹如死神的镰刀一般 散发着浓浓的死亡之气 他此次的速度太快 快到那梧桐都是无法反应过来 只能条件反射般地 将手臂抵挡在身前 灵力抱拥 护住身体 漆黑的手指洞窗而来 磅礴的灵力防御 一接触到那漆黑手指 便是爆发出痴痴的声音 竟然是被生生地消融而去 而牧尘的指尖 则是犹如锋利无匹的匕首 快若闪电般地划过了梧桐手臂 指尖划过 带起一抹鲜血 梧桐身性狼狈暴退 然后他便是惊骇无比地见到 他整条手臂都是在此时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变得幽黑 那种黑蟹 还在疯狂地对着他身体蔓延而来 那是一种可怕的毒 梧桐心中悍然 急忙催动灵力 试图将那剧毒逼出体内 但随着灵力与那黑色毒 一接触到一起 他便是发现 体内的灵力居然在被那种毒气 迅速地侵蚀 那些灵力 都是在此时变成了剧毒 根本就逼不出去 好霸道的毒呀 梧桐的面色都是在此时变得惨白起来 这是什么毒呀 竟然霸道到这种程度 连灵力都能够污染 黑色的毒线飞快地蔓延 梧桐眼睛赤红 接着猛地一咬牙 单手做刀 灵力奔涌 直接是狠狠地对着手臂跟处 斩了下去 淒厉的惨叫声 从那梧桐嘴中向车而起 那一截已经变得漆黑的手臂 吐露而下 建设出来的鲜血都是呈现漆黑之色 而那断臂则是飞快地萎缩 短短数息的时间 便是化为了黑色灰烬 飘散而去 梧桐身形狼狈地抱腿 面色惨白 满头大汗 那盯着牧尘的目光 变得无比的惊惧 那种毒太可怕了 牧尘倒是眉头微皱地望着这一幕 好不容易逮到机会 使着黑雷毒指 没想到这梧桐如此的果断 一发现那毒气霸道的无法排除 竟直接是将那条手臂都砍了下来 再来 牧尘淡漠一笑 身形再度暴力而出 而那梧桐则是害得魂飞魄散 竟再不敢与牧尘动手 掉头便是狼狈逃窜而去 那愤怒的咆哮声 随着那空间港风传遍天空 牧尘 短臂之仇 我必定回报于你 牧尘见到梧桐那仓皇逃窜的身影 则是淡淡一笑 那漆黑的手指一点点的恢复原状 他这黑雷毒指 每用一次就会消耗毒力 所以一般他是能不用就不用 溜着当作底牌 今日如果不是想要迅速摆脱这梧桐 他也不会动用 只是他也没料到这黑雷毒指会如此的霸道 仅仅是沾染上便是废了那梧桐一只手臂 他并没有去追击逃窜的梧桐 虽说痛打落水狗 但现在的他还有着更重要的事情 他转过身 望向那风暴深处 然后身形暴力而去 他得抓紧时间将那灵宝夺到手 在梧桐逃窜的时候 那下方 那些各方强者也是隐约的听见了 梧桐从那风暴之中传出来的愤怒咆哮 当即面色都是微变 不过由于风暴阻拦的缘故 他们一时间也无法确定 那一只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原本满脸微笑的刘颖 眼神也是一点点的隐移下来 显然 他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而在众多人猜疑之间 天空上那龙卷风暴内 一道光影突然狼狈地射了出来 他们目光立即望去 在那里梧桐苍皇地顿出来 他面色惨白 浑身都是被冷汗石头 那模样看上去犹如丧家之犬一般狼狈 哪还有最开始的那种 以成之主的傲然气势 他们的视线看了梧桐一眼 最后停在了那断臂之处 当即便是有着不少人 瞳孔猛地一缩 心头涌上了浓浓的惊骇 这梧桐 竟然在这短短一会儿的时间 被断了一臂 那牧尘竟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吗 凭借着通天境出奇的势力 不仅逼腿梧桐 而且还将其断了一臂 这怎么可能啊 众多强者心神震动 面色不断地变换着 刘盈也是见到了此时的梧桐 于是那本就阴逸的眼神 在此时更是阴沉的吓人 他双掌死死地紧握着 一张英俊的脸庞都是变得有点扭曲了下来 梧桐这个废物竟然会被那个牧尘伤成这样 在刘盈心中暴怒时 夏悠然也是有些发生地望着这一幕 美目中满是惊讶 他知道牧尘能够代表北苍临院来参加圣灵山 必然是有着他的可取之处 但却依旧没料到 后者竟然能够在这短短一会儿的时间中 就将梧桐生成这样 不管怎样 那梧桐都是经历过肉身难的人 虽然失败了 但对于寻常通天井而言 依旧是很强大的 可牧尘 看来他终归还是小看了这个家伙 夏悠然玉手轻轻拍了拍饱满苏兄 松了一口气 敲脸上的寒意已是尽数地消失不见 美目细许地望着面旁有点扭曲的刘盈 看来这次辱不了你的怨了呢 刘盈眼神阴沉 心中暴怒涌动 你高兴得未免也太早了点 既然梧桐没用 那我就亲自来试试他有多少尽量 话音一落 他脚掌一跺 身形直接是暴冲而起 刹那间 一股极端强大的灵力 犹如巨浪一般细卷 这片区域肆虐的空间刚风 竟然是在阻拦了数百丈之外 根本无法靠近 这片区域众多强者也是一惊 面色忌惮地望着气势害人的刘盈 心中有些震动 这就是北苍大陆上 年轻一辈最顶尖的层次吗 看这模样 恐怕这刘盈 应该已经成功度过了 小三难之中的第一难 肉身难了吧 这刘盈要亲自出手了 有人惊呼道 接着眼神炽热 一般说来 类似刘盈这等人物 那可是只会在犀利之地 才会出手的 没想到眼下 确实被实力仅仅只是通天境初期的牧尘 逼得出手了 刘盈 你敢 夏悠然刘梅倒树 郊区一动 身形如电般射出 直接是出现在了刘盈前方 陶天般的灵力 自其体内席卷而出 玲珑丰满的郊区 都是在此时呈现一种荧光 这更是衬托的她肌肤如雪 心甘无比 夏悠然 刘盈 低沉怒吓 她眼神阴沉地盯着 阻拦在前方的夏悠然 让开 刘盈 我奉劝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夏悠然也是敲脸病了 陶天灵力在其身后席卷 犹如大海 面对着气势害人的刘盈 她却是没有任何的惧怕 冰冷的声音 在这天空上传开 有我在这里 绝不会让你动她丝毫 刘盈面庞森冷 夏悠然 这般护着牧尘 这更是让得她心中怒火重烧 恨不得将后者碎尸万段 她一步跨出 陶天灵力所形成的威亚 对着夏悠然笼罩而去 那我倒是要看看你 你有什么本事 让我懂不了她丝毫 那你就来试试 夏悠然同样是一步跨出 针锋相对 两股强大的灵力 威亚在天空中凶狠对碰 发出雷鸣般的炸响 那种压迫弥漫开来 令得下方不少强者 都是呼吸一致 打气都不敢出一下 看这模样 今天这两位北苍大陆 年轻一辈中的顶尖人物 似乎要对立出手了 天地间的气氛 仿佛都是在此时凝固起来 就算是那狂暴的空间 刚风都无法将其吹散 天空上两人冰冷对视 气氛剑拔怒张 而也就是在他们两人 对峙之间风暴之中 牧尘一时顺利地 抵达了最深处 在那风暴中心 狂暴无匹的空间岗峰 倒是彻彻底底地消失了去 那种瓶颈与外面的飞沙走失 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 牧尘悬浮在那风暴中心 眼神却是炽热地望向了前方 在那里 一道光团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在那光芒之中 一节犹如玉石般的骨骼 静静地漂浮着 一种无法形容的波动散发出来 令得周围的空间都是有点颤抖 那是一种连天地都颤抖的威亚 天至尊的威亚 这节玉石般的骨骼必然是天至尊所留 一节小小如玉的白骨却是仿佛在此时连这片天地都被它震慑住 当然 随同被震慑住的还有着那瞪大着眼睛的牧尘 此时的牧尘死死地盯着那节白骨 心脏都是在急促地跳动着 从这股威亚来看 这节白骨必然是那位在远古时期作画在此处的天至尊所留 这如果让风暴外面的那些家伙知道了 岂不是得拼了命地来抢夺 还好它动手得快 没有等空间刚风减弱 不然这等宝物一旦暴露 不知道会引来一场多么可怕的杀戮 那时候牧尘可真没信心能够在那么多眼红的紧乎 失去理智的疯子手中抢夺到磁宝 牧尘压抑着急促跳动的心脏 然后面色便是一变 因为他感觉到气海之中的那一叶神秘黑质 震动得愈发激烈了 那种感觉仿佛要强行破铁而出一般 别挑了 等我将这东西拿到手 自然有你的份啊 牧尘最终发苦 心中念叨 他对体内这神秘黑质看得极重 如果眼下这东西冲出了身体 万一再收不回去 那他今天真是要吐血了 他宁愿不沾染这什么天至尊之骨 也不愿意失去体内那一叶神秘黑质呀 此时听见了牧尘的心声 那神秘黑质的震动终于是一点点的减弱下去 坠上的牧尘抹了一把冷汗 这种奇物不敢说具备灵质 但终归还是有一些灵性的 能够感应到人心中所想 随着那神秘黑质安静下来 牧尘这才将视线再度转向那光团之中的乳玉白骨 微微犹豫便是靠近过去 而对于他的靠近 那乳玉白骨却没有丝毫的动静 依旧是静静的悬浮在那里 牧尘盯着那安静的乳玉白骨 猛的一咬牙 一把便是抓了过去 将那一小节小小的白骨抓在了手中 而就在牧尘手掌抓上白骨的那一刹 仿佛是有着惊天般的雷霆 在其体内炸响 他面旁一红 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面色巨变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仿佛是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可怕危呀 从那白骨之中散发出来 尽数地笼罩在他的身体上 他的身体 犹如是在此时被镇压上的一座晴天山脉一般 浑身骨骼都是发出来嘎吱的声音 向来 如果不是他修炼过雷身体 此时就直接被这种尾压压碎的身体 但即便是如此 他的身体表面也是有着鲜血 从毛孔中渗透出来 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这白骨即便只是天之尊作画后所留下的一小节 但却依旧不是牧尘这等势力可以碰触的 牧尘死死地咬着牙 鲜血从嘴角溢出 但他却是死活不肯松开 俊仪的面旁上有着一抹令人动容的倔强 体内的雷霆乍响 愈发的急促 甚至连灵力都是被震得翻江倒海起来 牧尘脸庞愈发的涨红 竟然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牧尘那握着白骨的手掌也是在颤抖着 鲜血渗透出来 将那截白骨都是染红了去 他死死地咬着牙 嘴中一声苦笑 他已经是承受不住了 这小小的一截白骨太可怕了 不过 就在牧尘无奈的只能选择放手的时候 在其漆海内 那一叶神秘的黑纸突然间爆发出了深邃的黑芒 那黑芒之中仿佛是有着古老的蚊子浮现 接着化为一道的黑色红流 暴冲而出 犹如是古老的反应 在牧尘的体内传挡开来 那体内翻腾的气血以及暴动的灵力竟然是在此时尽数地平复下来 甚至连那体内可怕的雷霆之声都是在那种古老反应之下一点点的消退 牧尘的脸庞上也是有着难以遏制的狂喜涌了出来 这神秘黑纸终于有动静了 翻阴阵阵 牧尘那剧烈颤抖的手臂也是平稳了下来 然后他便是见到一道道犹如无数古老蚊子形成的黑色红流从其身体之内冲了出来 飞快地缠绕上那一节玉石般的白骨 黑色红流犹如墨水一般沾染过去 很快的便是将那白骨的光芒一点点地掩盖了下去 短短时数息的时间 那白骨便是化为了一节幽黑如墨的骨头 而那种可怕的威呀也是在此时犹如被封印一般尽数地消退 牧尘的身体再度恢复了自由 他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旋即眼神有些惊异地望着那些再没有什么异样动静的黑色骨头 这天至尊之骨就这样地被神秘黑纸封印住了吗 这神秘黑纸究竟是什么来路呀 牧尘喃喃自语 心头略感震撼 这东西不仅连大须弥魔主那等太古凶器都能封印镇压 眼下甚至连天至尊遗留下来的东西同样给封印了过去 这玩意儿着实有点可怕 虽然牧尘依旧无法猜测出他的来历 但他绝对可以肯定 这神秘黑纸恐怕极端的可怕 在牧尘失神节 周围突然传来低沉之声 他回过神来 知情的周围那巨大的龙卷风暴 似乎是在开始一点点的消散而去 那空间刚风也是在消退 得赶紧离开 牧尘一惊 急忙将手中变成忧黑之色的白骨收起 先前他被这白骨围压震出了伤 虽然并不算重伤 但也有损他的战斗力 如果让别人看见他状态不佳 难保不会生出事端 毕竟下面虎视眈眈的人太多了 他目光一闪 只见的骑脚下灵光凝聚 最后竟然是化为一道巨大的龙影 那龙影托付着牧尘 一摆之下便是传出了 那即将散去的龙卷风暴 然后飞速断去 与此同时 在那下方的大地上 那些各方强者也是察觉到 天地间减弱下来的空间刚风 当即眼中都是有着喜色涌现 那眼睛火热地望着那弱下来的龙卷风暴 身体紧绷 一旦带的那风暴散去 就将会立即出手夺宝 而在那半空中 夏悠然与刘颖依旧是在对峙 两人眼神皆是冰冷无比 陶天灵力席卷 不过虽然气氛阵风相对 但他们却并没有真的出手 因为他们都很明白对方的强横 如果交手的话 寻常手段必然不能取胜 而一旦都动用真手段的话 向来都会付出代价 而现在他们上海 未抵达西里之地 如果就全力出手的话 则是给了别人可乘之计 因此不管这刘颖心中如何的暴怒 都是被夏悠然盯得不敢随便出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空间钢风马上就要散去 到时候 他们全部一拥而上 那个小子也别想脱身 那就不劳费心了 刘颖眼神一寒 刚欲说话 突然在那天空上 有着龙银传荡开来 他急忙抬头 只见到那即将散去的风暴中 一条虚幻的龙银浮现 那龙银摆动着龙尾 一闪之下 便是出现在了千丈之外 那种速度 连他看的都是一惊 龙银回答 那道龙银则是在下方 一道道恶然的目光中迅速远去 很快的便是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众人愣愣地望着那龙银远去 再抬起头 天空的龙卷风暴已经散去 但那其中的灵宝 却是再没了踪迹 仿佛是随着龙卷风暴的散去 而消失了一半 这片天地界 众多强者一阵沉默 现前那龙银之少 似乎就是那小子 该死的 他把灵宝夺走了 跑得真快呀 混蛋 沉默之后 猛地爆发出一道道怒骂之声 众多强者气得面色发青 他们在这里辛辛苦苦地等了好半天 好不容易等待风暴散去 结果牧尘已是卷宝顿走 可恨的是 他们竟然还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了 追 不要让他跑了 终归还是有人不甘 爆喝之声 一道道身影暴力而出 对着那龙影消失的方向 急力而去 下游然美目望着龙影消失的地方 则是奄然一笑 这个臭小子 溜得还真快 不过看这模样 他应该是宝贝到手了 他眉目一扫 看了一眼眼前的流影 此时的后者面色铁青 今日他算是被牧尘狠狠地耍了一通 不仅没能将后者制服 反而让人夺宝顺利跑路 看来 你的愿望真是落空了呀 下游然笑阴阴地说道 那滔天灵力则是一点点的散去 既然牧尘已经顺利离去 他也就没必要 再跟这讨厌的家伙 耗在这里了 流影阴沉地看了下游然一眼 我就不信那小子接下来就躲着不出来了 只要他赶来洗礼之地 我自会抓住他 让他给我老老实实地把东西交出来 他话音一落 也就不再停留 袖袍一挥 带着心中的暴怒转身而去 今日他算是脸丢大了 下游然望着流影的背影 也是一声冷笑 郊区一动 对着另外一个方向积略而去 留下此地一些面面相去 毫无所获的强者 无奈一探 真是白忙活了 天空之上 一道流光 一意中惊人的速度掠过 隐约仿佛有着龙影传荡开来 那是一道虚幻的龙影 龙影驮附着一道人影 自天际呼啸而过 速度惊人 牧尘站在那龙影之上 他望着下方迅速后退的大地 眼中也是有着一抹惊叹之色 这龙腾术的速度 真是太快了 难怪当年 白龙至尊能够借此 从龙魔宫 数位至尊的围杀之下 顺利顿走 按照牧尘如今 对这龙腾术的感悟 已是知晓 这龙腾术大致分为阶段 第一阶段的龙影 第二阶段的龙腾 以及第三阶段的龙盾 而现在的牧尘 因为实力突破到了通天井 实力也是暴涨了许多 龙腾术更是精紧 到了第二阶段的龙腾 而到了这一层词 灵力一时能够化为巨龙浮现 托付着牧尘上天入地 那般速度仿佛能够追星赶月 牧尘有着仔细 凭借着他现在的速度 莫说通天井 想来就算是那些 度过第一肉身难的强者 都不可能将他追上 也正因为如此 牧尘方才赶在那么多强者 忽视眈眈指下动手夺宝 因为他有着自信 夺宝之后 安然离去 不知道何时才能达到第三阶段的龙盾 牧尘自语 据说如果能够将这龙腾术 修炼到龙盾的层次 便是足以深化巨龙 那时候能够直接穿梭空间 寻常至尊 都是望尘莫及 牧尘心中向往了一阵 便是收回了身 他看了一眼遥远的后方 隐约能够感觉到一些灵力波动在传来 看来还是有些家伙不死心 试图追上来夺宝 得先找一处地方将伤势恢复 牧尘沉疑 而且他也很想迫不及待的来看看 那些天至尊之谷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用处 心中掠过这道念头 牧尘心神一动 那脚下巨龙虚影便是速度暴涨 一闪之下便是消失在天际 数分钟后 他已是出现在了一片重山峻岭之中 袖袍一挥 脚下巨龙虚影散去 而他则是冲了进去 落进了一座隐蔽的小山谷内 山谷深处 牧尘寻了一处山体裂缝 钻了进去 然后盘坐下来 他并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收敛了所有的灵力波动 犹如一块磐石隐藏在了那山体裂缝之中 而在牧尘收敛灵力波动后不久 这片天空上也是有着一些破风声响起 一道道人影掠过 四下扫尸 最终都是不甘的怒骂一声 接着远去 山体之中 牧尘威逼的双目方才缓缓地震开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然后神色变得凝重 双手小心翼翼地 驱冲了一截变得异常安静的 幽黑天至尊之骨 此时 这天至尊之骨 安静异常 再没了之前的那种可怕危呀 看上去普通无比 牧尘来回把玩了一下 眉头却是一皱 无奈地撇了撇嘴 他发现 任由他怎么摆弄 这截黑骨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他想关注灵力 也是完全无用 灵力刚刚接触到那黑骨 就会被蛮横地弹开 显然 神秘黑纸在封印珠这天至尊之骨时 也是隔绝了其他人对他的探测 牧尘手握黑骨 哭笑一声 看来 还是得要神秘黑纸出手才行 他这点实力 根本无法染指这种宝贝 得了 你才是老大 看你的了 牧尘在心中嘀咕了一声 而他的心声刚刚落下 气海之内的神秘黑纸便是爆发出了道道黑芒 在那一叶薄薄的黑纸之上 似乎是有着光芒浮现 犹如是最为古老的文字 记载着天地间的玄傲一般 神秘莫测 一道光芒自神秘黑纸中掠出 然后自牧尘掌心涌出来 射在那一阶小小的黑骨之上 黑骨之上的颜色开始飞快地退去 短短数息的时间 那阶天至尊之骨便是再度变得晶莹剔透 犹如玉石 完美之际 而且这一次 天至尊之骨则并没有再度剧烈地反抗 而是静静地躺在牧尘的掌心之中 牧尘宁神望去 玉骨表面异常的光滑 没有丝毫的瑕疵 犹如完美的艺术品 而因为玉骨经营剔透的缘故 牧尘竟然看见 在那玉骨之内 竟然还有着一滴滴呈显金黄色彩的血液 在缓缓地流淌 这玉骨之内 竟然还有天至尊精血存在 牧尘望着那金黄色的血液 心头却是急俗地跳动了起来 这可是天至尊精血呀 虽然只有寥寥树地 但面对着这种东西 就算是至尊强者都得掩护 虽说这圣灵山脉在远古时期 作坏了一位天至尊 但毕竟随着岁月的流逝 那位天至尊的一切所流 都是被岁月侵蚀 就算是其强大精血 都是渐渐地化于天地界 但谁能料到 在这玉骨之内还能有着树地残存 这可是至宝呀 牧尘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是变得粗重了许多 而就在牧尘为眼下 那金黄色的精血而狂吸时 气海内的神秘黑质 再度发出了一道嗡名之声 玉骨自牧尘掌心缓缓地悬浮而起 接着牧尘便是见到 光芒从其中散发出来 而那树地金黄色精血竟然是一点点地从那玉骨之中渗透了出来 最后安静地悬浮在了牧尘面前 淡淡地金光散发出来 将这山蹄照耀得犹如黄金锁住一般 牧尘死死地盯着这树地金黄色的精血 虽然没有太过惊人的灵力波动散发出来 但他却是能够隐隐地感觉到这几滴精血内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那就算是一名至尊都得为之惊悚变色 而且在那金黄色的精血中 似乎是有着低沉的雷鸣之声传出 看来这位天至尊生前的时候 应该是修炼了某种雷属性的特殊功法 这才令得体内精血也是蕴含了可怕的雷霆之力 那树地金黄色的精血突然化为一道金光 直接就对着牧尘保持而来 接着在其惊骇无比的眼神中钻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这般变化几乎是瞬间令牧尘心中涌上了一种惊骇欲绝之色 他的确是眼馋这天至尊精血不假 但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享受不起这种东西 这随便一滴都能将他的身体称宝过去 金黄色的精血却并没有理会牧尘愿意与否 直接冲进他的体内 然后穿梭过血肉 筋脉 然后那种金黄之色便是一种惊人的速度 在牧尘的体内扩散开来 那种感觉就犹如落入水盆之中的墨地吧 可怕的雷霆之声再度在牧尘的身体之中向彻 牧尘面色煞败 他能够感觉到那陡然间在身体内部爆发开来的恐怖力量 他的身体仿佛都是要在此时爆炸开 那种力量太可怕了 他完全承受不了 不过就在牧尘感到绝望的时候 那树地金黄精血却并没有在他血肉之中过多的停留 而是直接冲进体内钻进气海 最后没入了那神秘黑质之中 金黄色的精血没入神秘黑质 后者一阵颤抖 只见那黑质之上 仿佛有着一道道金色的纹路浮现 那些纹路似乎是隐藏在这神秘黑质深处的古老蚊子 散发着无尽的神秘与莫测 神秘黑质之中隐藏的东西 仿佛是在此时被这天之尊的精血给激活了一般 虽然牧尘很想知道那神秘黑质中究竟有什么 但此时他却不敢掉以轻心 虽然那树地金黄精血都是被其所吸收 但当那金黄精血在穿梭过牧尘血肉时 依旧是有着点点血迹悬染了开来 然而 就是这么一点点精血残留 对于牧尘而言依然显得很可怕 于是牧尘的整个身体 都是在此时犹如变成了火炉 浑身的血肉都是要燃烧起来一般 金黄色的光弧 携带着金色的雷芒 在牧尘血肉之中穿梭 剧痛自牧尘体内蔓延开来 他额头之上轻筋耸动 显得极为的猙獰 他的肉体已是要承受不住了 但此时的神秘黑质也是陷入了某种变化 根本就无法给予他什么帮助 只能依靠自己了 牧尘紧紧地咬着牙 袖袍一挥 只见那一朵犹如黑色雷浆所化的莲花便是闪现出来 这是当初在帮北明龙昆时 他所获得的雷神莲 这雷神莲对于翠莲肉身极为的有效 牧尘自从获得之后 便一直在借助着雷神莲的力量来修炼雷神体 如今他的情况极为的危急 那天至尊惊险的残留太可怕 几乎要撑爆他的身体 他必须令得自身肉体再度强横 不然的话 今日怕是再见难逃 牧尘在那雷神莲之上盘坐下来 强忍着仿佛要燃烧起来的身体 双手结翼 催动了雷神体修炼之法 虽然此时他极为的危险 但这也能够算作某种机缘 如果能够将那天至尊精血残留给吸收炼花 他的雷神体恐怕就能够再度取得突破 而若是能够突破 对于牧尘的势力 也将会有着极大的提升 可若是突破失败 恐怕今日的他 连小命都是难以保住 牧尘咬牙 这种时候只能拼了 狂暴的雷鸣声 在牧尘的身体之内疯狂地响彻着 如今他的身体内部 几乎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彩 甚至连血肉 鲜血骨骼都是被那种金黄的渲染下变得犹如黄金锁住 那种金黄在疯狂地侵蚀着牧尘的肉体 金黄之中带着细小的金色雷光 这种金色雷光极为的细微 但却是蕴含着可怕的力量 所过之处 牧尘的肉体不断地呈现一种崩坏之态 犹如即将爆炸 举痛在疯狂地蔓延着 肉体的变强 每一次都要经历极端痛苦的变化 但那变化成功之后 却又是能够拥有着令人心罪的强大力量 这让得无数人爱之恨之 却是因为追求力量 无法将其舍弃 同样的 牧尘也无法将其舍弃 所以此时只能疯狂地运转雷身体 身体内部血肉之中 有着黑色的雷光浮行 不断地对着那些金光包围而去 试图将其炼化 不过虽说这种黑雷之中 蕴含着黑神雷的一些力量 但那金色雷光显然更为的可怕 即便是强如黑神雷之力 在其面前都是显得有些微弱 想想也是 黑神雷毕竟只是灵兽脱灵化繁石所经历的雷井 那种劫难 有些类似他们人类突破的至尊是经历的三小难 而这金色雷光来自一位天至尊 在那种存在眼中 黑神雷恐怕就只是一些力量稍微大一些的普通雷霆罢了 而所幸的是 侵入牧尘血肉中的 毕竟只是那位天至尊的精械残留 虽然强大 但却后续不济 只要他能够成熟下来 终归是能够慢慢地将它给炼化洗手 所以 此时的牧尘疯狂地催动着雷神体 体内一丝丝的黑色雷光 从血肉中穿梭而出 前赴后继地冲上去 虽说 每一次的铺上都会被那金黄雷光所寝视融合 不过 在那种融合时 也同样会是有着一点点细碎的金光 飘散开来 最后被血肉所贪婪地吸收掉 而那些吸收了那种细碎金光的血肉 则是会隐隐地呈现一种金黄之色 一种无法形容的强横质感 若有若无地散发而出 经历了剧烈的疼痛之后 牧尘也是逐渐地适应了下来 开始凝聚心神 以这种消耗的方式 来将这强大无比的金色雷光 一点点地化解 并且吸收 在那外部 牧尘盘坐在雷神帘之上 而那犹如雷浆所凝成的莲花 也是在此时闪烁着黑色的雷光 一道道黑神雷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牧尘体内 为他提供着消耗金色雷光的力量 而在这种内外加工之下 牧尘原本痛苦的面庞 也是逐渐地放松下来 身体内部的针锋 开始在被他一点点地掌控在手中 时间迅速地流逝 扎眼别是将近一日的时间过去 在这一日之内 牧尘盘坐在那雷神帘上纹丝不动 黑色雷光从雷神帘中散发出来 几乎是将牧尘的身体 都是掩盖了下去 雷芒缓缓 如动剑 释放着惊人的力量波动 突然之间 那掩盖着牧尘身体的黑色雷芒肘 突然有着淡淡的金色光芒绽放开来 在那种金光下 那些黑色雷芒竟是犹如玉锦容颜的残血一般 飞快地消融而去 牧尘的身体再度浮现 不过此时他赤裸着上身 在其身体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整个身体远远看上去 犹如是镀上了一层金膜一般 月摸有些金身的感觉 而且此时牧尘的肉体 比起一日之前变强了太多 金光持续了一会儿 开始逐渐地散去 而牧尘的胸膛处 则是有着黑色雷芒凝聚起来 然后雷芒延伸 竟然是在其胸膛处 再度化为了一道雷纹 二纹雷体 在将那些残留的金黄精血吸收炼花之后 牧尘的雷神体终于是有所精进 达到了二纹雷体的层次 牧尘那紧闭的双目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睁开 黑色眸子中 犹如有着金芒掠过 显得锐利异常 他低下头 看了一眼胸膛出 逐渐消散的雷纹 眼中也是有着满意之色浮现出来 断体神诀 本就是难以修炼 雷神体则是难上加难 牧尘自从获得着雷神体完整修炼之法后 就从没停歇过对他的修炼 但依旧是在今日方才借助着这一丝丝天至尊惊血 真正的达到二纹雷体的层次 他自雷神连上月下 袖炮一挥 便是将其收起 接着他五指紧握 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的 近乎要爆发的强悍力量 顿时忍不住的咧嘴一笑 这二纹雷体比起一纹雷体 真是强悍太多了 按照他的推测 就算是那些渡过了肉身难的强者 如果要光比拼肉体的话 还真不一定能够胜过此时他的肉体 这雷神体还是有着他的厉害之处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偷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在感受了一会儿体内那澎湃的力量后 牧尘方才将视线看向那 依旧悬浮在面前的那一节玉骨 此时这玉骨内的精血 都已经被神秘黑质给吸取了出来 所以其中倒是变得空空荡荡 不过即便是失去了精血 但这玉骨之中 依旧还蕴含着庞大的力量 牧尘挠了下头 这玉骨毕竟也是天之尊所留 其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只不过现在的他显然没能力将其炼化 所以只能先收起来 这种宝贝以后定然会有大用的 牧尘小心翼翼地接过这节玉骨 然后将其妥善地收了起来 对了 神秘黑纸 牧尘这时才想起最重要的东西 急忙将心神沉入其海 在那里他再度见到了静静漂浮的神秘黑纸 只不过现在的他比起以往 却是有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在其表面 并不再是以往那种深邃的黑暗 而是有着金色的纹路在蔓延 那些纹路给人一种极端古老 以及深奥的感觉 犹如记载着天底的奥妙一般 牧尘心神一动 那气海之中的神婆便是站了起来 然后谨慎地接近了 那一夜泛着金色纹路的黑纸 略作犹豫 小手轻轻地接触了声去 而就在牧尘神婆接触到那神秘黑纸的瞬间 后者顿时爆发出了道道金光 金光形成光幕 其中仿佛有着古老的蚊子 在缓缓地溜塌耳朵 牧尘神婆睁睁地望着那些深奥无比的古老蚊子 他明明无法看懂 但却是变得如痴如醉 犹如是一种古老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之中回答 让得他那茫然的心 有着一种动物之感 一些毁涩的太古信息流淌在心中 大日不灭身 牧尘心头一震 一身猛地清醒过来 然后便是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 眼神震动地望着眼前那古老的金色蚊子 大日不灭身 这竟然是一片修炼至尊法身的神术 而且还是一种相当恐怖的至尊法身 至尊法身 这是一种晋升至尊存在的标志 唯有着真正的至尊 才有可能凝练出至尊法身 从而掌控天地 举手头足简 拥有着毁灭天地之力 牧尘曾经见到过黑龙至尊 与台仓院长的至尊法身 那是一种连天地都颤抖的力量 那种力量仿佛不是任何手段能够弥补的 不过在这大前世界 至尊法身作为至尊存在的标志 却同样拥有着三六九等之分 按照牧尘所知 如今这天地间 能够排上名号的至尊法身 共分九十九等 而这九十九等中的每一等 至尊法身都是极端的可怕 而且其修炼之法都会是某个种族 或者势力的不传之谜 唯有着核心成员 方才能够具备修炼的资格 当然 除了这九十九等至尊法身之外 还有着其他的至尊法身 但这类的至尊法身 就显得有些普通 大多都只是 凭借自身灵力凝聚 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能力 所以也没资格进入那九十九等之力 如果说对于至尊强者而言 什么东西最具备吸引力的话 恐怕便是那名列九十九等中的 至尊法身的修炼之法了 为了这种修炼之法 一些至尊强者 宁愿委身于一些强大种族 以及势力 由此可见 他们对此有着多么的看重 而现在 牧尘眼前便是出现了一种 极端可怕的至尊法身 大日不灭法身 按照牧尘所知道的信息中 似乎那九十九等至尊法身中 并没有这一道法身 但当他从那神秘黑纸中 却是得到了让他站立的信息 这大日不灭法身 竟然只是一种残片 而这种残片的完整体 名为万古不朽身 牧尘睁开眼睛 神色都是在此时呆滞了下来 他隐约的记得 在那明诊大千世纪的九十九等 至尊法身之中 名列第四等的至尊法身 便是叫做万古不朽身 万古不朽身 天地间九十九等至尊法身中 名列第四 牧尘神色呆滞 那手掌都是在微微的颤抖着 一种无法言明的战力 只敢涌上心头 他无法想象 在这神秘黑纸中 竟然蕴藏着一片 如此可怕的东西 天地间排名第四的 至尊法身 至于如果将消息放了出去 牧尘敢肯定 恐怕连北仓里远都保不住他 因为这种诱惑太大了 无数至尊强者 都会变成疯子一般的来抢夺 而且还是不惜任何代价 虽然眼下他获得的只是一卷名为 大日不灭身的残片 这并不是真正的万古不朽身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将这至尊法身修炼成功 那他就是拥有了追逐那万古不朽身的资格 而带着他有朝一日真的将其修炼成功 他有着自信 不论是洛神族还是他娘所在的神秘之族 都拥有了去闯荡的本钱 面对着这种诱惑 就算是以牧尘的信心 眼睛都是忍不住的有点赤红起来 呼吸加重 牧尘不断的深吸着气 吸酒之后 方才一点点的回复过来 他有点失神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舔了舔干涩的嘴巴 那黑色毛子深处 确实有着熊熊的火焰在燃烧 那是一种对力量的向往与追求 只有拥有了足够的力量 他才能够保护他想要保护的人 他才能够真正的站在洛梨面前 为那个他所喜欢的女孩挡下所有的风暴 他也可以不管不顾地 冲向他娘所在的神秘之族 将他带出来回到爹的身旁 让他们一家再度团聚 顽固不朽身 牧尘手掌缓缓地紧握 眼中火焰涌动 他的心中仿佛是有着低吼在响起 他一定要将它得到 现在的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牧尘再度将心神沉入气海 感应着那神秘黑纸之内所蕴含的古老信息 而这一次又是有着一些复杂而毁涩的信息 出现在了其脑海之中 不朽屠戮 太古神典 牧尘双目卑迷 心中有着一些明雾声腾起来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他体内这一页神秘黑纸 也是某种残缺之物 按照这上面记载的某些古老信息来看 神秘黑纸应该脱胎于那所谓的不朽屠戮 这是一部真正的太古神典 原来神秘黑纸便是自不朽屠戮中分离出来的 这样说来的话 类似我体内的这种神秘黑纸 应该一共拥有着四页 牧尘面露尘瘾之色 那也就是说 流落在天地间的不朽屠纸 还有着三页没有在他手中 而那三页不朽屠纸中 应该也拥有着三种 类似大日不灭身的 至尊法身修炼之法 而如果能够将这四种 至尊法身尽数的修炼成功 那么那传说之中的万古不朽身 也将会再度降临这世界 据说这等至尊法身 永生不灭 不死不灭 那种力量天地鬼神皆是俱至 不死不灭 这也太可怕了 这世界上真有如此逆天的存在吗 不过 想要把另外三页不朽屠纸都搜集到手 何等的困难 牧尘无奈的一笑 从那些信息之中他已经知道 那不朽屠鲁不仅本身记载着万古不朽身的修炼之法 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太古圣物 拥有着毁灭未面的恐怖力量 而如今的不朽屠鲁已经一分为死 化为四页不朽屠纸 但这四页不朽屠纸也并不简单 它们继承了不朽屠鲁的力量 各自都拥有着特殊而强大的力量 就算一些神器都无法与之媲美 至于其他的三页不朽屠纸 拥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力量 牧尘并不知晓 但他体内这一页不朽屠纸 似乎是被称为封印之夜 拥有着封印之力 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当初的九幽雀 还是后来的大须秘魔主 试图在其体内 但最后都被镇压封印的原因了 也就是说 如果牧尘真的将这四页不朽屠鲁 搜集到手 他不仅会获得那万古不朽身的修炼之法 而且还会得到一件 自太古传承下来的圣物 虽然现在的牧尘 对于这种等级的东西 没有太过清晰的概念 但也是能够隐约的感觉到 那所谓太古圣物的惊世之处 如今这一页不朽屠鲁 已经被天至尊的惊血激活 以后 牧尘或许也能够催动一些他的力量吧 牧尘舔了舔嘴巴 这么多年来 他总算是解开了这神秘黑纸的秘密 不过他倒是没想到 激活这不朽屠纸的条件是如此的苛刻 竟然需要天至尊的惊血 那种大人物 可是镇守一方天地的超级存在 其惊血 寻常人哪敢去想啊 如果这次不是他的机缘到了 恐怕就算再给他数年的时间 想来都难以解开 这神秘黑纸之中的奥秘 想到此处 牧尘都是忍不住地咧嘴傻笑了一下 没想到这次圣灵山之行 还没到西里之地 就已经获得了这种机缘 看来这次还真是没来错 牧尘心旷神怡地站起身来 大日不灭身 这种至尊法神修炼之法 必须要等到进入至尊之后 方才能够修炼 现在的他 即便是守着这等中宝 也只能静静地等待着了 不过牧尘也不急 这东西已在其体内 谁也夺不走 而牧尘也非常的期待 自己突破到了至尊的那一天 这大日不灭身 虽然没有出现在那九十九等 至尊法神之列 但能够成为万古不朽身的修炼 前提之一的至尊法神 如果说他弱 牧尘还真是打死都不会相信 你该出去了 牧尘一笑 他在这里已经修炼了一天时间 想来 如今大部分人都是赶向了那洗礼之地 自己也得赶快了 虽然现在的他已算是满载而归 就算没了圣灵洗礼 他也能够接受 但毕竟 此次他代表了北苍灵院 如果他在这里毫无表现的话 北苍灵院延绵 也不好看 想到此处 牧尘也就不再逗留 略做整理便是自那山体裂缝之中略处 他停留在半空中 举目死亡 然后认准方位 直接转身对着圣灵山脉 最深处积虐而去 再次赶路 中途牧尘倒是并没有在做任何的逗留 即便是一些灵宝出世 他也是没有任何的动心 加快速度 直奔犀利之地而去 这一天的时间过去 恐怕已经有着不少强者赶到了那里 毕竟 在这圣灵山中 围有着那片犀利之地 在众人眼中才是真正的重爆 而在沿途赶路 因为不少人马目的地相同的缘故 他倒是也从中获得了一些消息 如今的圣灵山中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日过去 但却早已经进入了火爆阶段 各方人马以及强者 不知道拼斗了多少次 也不知道已有着多少强者 葬身于这片无尽山外 而在那些情报中 牧尘也是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消息 那正是昨天他夺宝的事 因为在那夺宝之中 他将梧桐一臂废去 这也是让得他名声 在这圣灵山中传了开来 不少原本对他心怀藐视的强者 也是收敛了那种心态 毕竟不管牧尘施展了什么手段 可他毕竟只是通天境初期的实力 而那梧桐却是经历了一次 肉身难的牛人 虽然渡肉身难的时候失败了 但寻常通天境后期的人 是绝对没胆子在梧桐面前叫嚣的 然而现在 就连梧桐都是被牧尘废了一笔 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北层大陆上 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外 谁还敢小觑于他 对于这种名声 牧尘倒是不深在意 他还宁愿别人多小看他一些 这样的话 在真正动手的时候 或者自然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在除此之外 牧尘从那些信息中也是知晓 如今这圣灵山州 所有的强者都已经汇聚向了洗礼之地 无数强者为了登上那洗礼之地的九天梯 已是展开了一场场的血腥沙发 牧尘抬头望向遥远之处 眉头微皱 不知道夏学节怎么样了 以他的实力应该不会出现什么事吧 对于夏悠然 牧尘显然还是很有好感的 后者帮了他那么多忙 他自然也不希望他会出什么事情 牧尘深吸一口气 脚下虚幻龙影浮现 长小之中速度陡然暴涨 一种惊人的速度略过天际 飞快地对着那圣灵山的最深处赶去 既然进入了这里 那圣灵溪里他可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圣灵山脉最中央之处 这里是圣灵山脉的中央之地 而如今的此处却已是被人海所弥漫 狂暴的灵力冲天而起 半空之中 大地之上到处都是混站在一起的人影 那无数的灵力重机汇聚在一起 令得这片天地显得极为的绚丽 这里是圣灵山的终点 也会是一切大战的终点 那些来自北层大陆的各方强者 最终都是在这里汇聚 而想要在这种地方脱颖而出 拥有着登上九天梯的资格 就必须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在这里 唯有力量才是真正的话语权 不然即便你拥有着强大的背景 这些已经被圣灵溪里刺激的眼红的各方强者 都不会有丝毫的理会 真要杀了 那也就杀了 这里的规则就是如此 当年就连北苍林院的参赛者 都是埋骨在此 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 没有实力 就只能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当乌龟锁着 而在那混乱的大地最中央 那里有着一座山峰助力 在那山顶的上空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仔细看去 那光芒之中 竟是一座巨大无比的云梯 那云梯共分九层 每一层都是有着十数个石台 而石台数量越往上便是越少 到了最上面一层 几乎只有着屈指可守的五六座 这便是九天梯 这里是无数进入圣灵山的强者最为眼红的地方 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接受圣灵洗礼 但是 想要站在这九天梯上 却是必须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因为在那下面会有着无数眼红的人疯狂地挑战着站在上面的你 如果你实力不计 那么下场只有一个 被轰杀出局 踢下九天梯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够站在九天梯之上 俯视着下方无数争斗之人 犹如神灵富汗蝼蚁 并且接受着这圣灵山最高的荣耀 圣灵洗礼 在此时的九天梯上 已是有着一些人影傲力 除了最下面的几层 依旧还不断地有着挑战者冲上来之外 最上面的三层 却是呈现一种与下方截然不同的安静 在这最上面三层 人数并不多 总共加起来都不会超过三十人 在那第二层的平台上 更是仅仅只有不到十人 而这几道身影 却是毫不客气地 占据了九天梯上最完美的位置 傲视群雄 但却无人敢与一只争锋 在那下方一层 一些强者也是眼神复杂的 望着站在第二层位置的那数道身影 他们能够从那下方厮杀出来 并且站在这里 自然说明他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等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无法再上前一步 因为那里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插足的地方了 那是北苍大陆上 年轻一辈真正顶尖之人 才有资格交锋的地方 而此时 这被无数强者瞩目的九天梯第二层 虽然一片安静 但那种气氛 却是相当的诡异 其道人影 鸽子占据一处角落 虽然没有一人爆发灵力展现威亚 但那种气氛 却是足以将人压制地喘不过气来 在那最前方的地方 一道身着麻布衣衫的普通男子 双手微锤地站着 他仿佛并没有感觉到 这平台之上那种诡异的气氛 甚至连双目都是威逼着 犹如是在闭目养神 但即便是如此 场中另外六人看向他的目光中 却是充满了忌惮 正是魔形天 如今北苍大陆年轻一辈中 真正的第一人 在那一角处 夏悠然也是美目凝重地盯着魔形天 片刻后他骗过头 事先望向下方 那战火燎原的大地 那里有着无数战斗在爆发 人影绰绰 但却并没有见到 他想要见到的身影 沐晨那个家伙 究竟跑哪儿去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夏悠然难难自语 翘脸上有着一些担忧 原本他和牧尘说好了 尽早会合的 结果他昨儿等了一天 都没见到牧尘的身影 于是他只能率先来到这里 但没想到 直到现在牧尘都没出现 这不由得让他担心起来 牧尘莫非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 你还想等那个小子出现不成 那不远处 有着冷笑的声音传来 夏悠然看去 然后便是见到刘颖满脸的 阴逸笑容 当即一声冷横 懒得立他 这么久那家伙都没出现 无非两个结局 被人直接宰了 或者他得到那点领保后 已经心满意足 不敢再来此处 直接掉头离开这圣灵山了 刘颖笑了笑 眼中满是讥讽之色 不过他倒也是明智 知道再走下去的话 恐怕能不能再出去 就是两说的事情了 闭嘴 夏悠然 冷然吃喝 刘颖眼中还忙一闪 接着淡淡一笑 你不信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吧 如果他真敢来这里 放心 我会好好招待一下他 然后让他把领保交出来 然后 老老实实地滚出去 夏悠然眼牙一咬 对着刘颖讨厌到了极致 但此时 这里轻狂未明 贸然出手的话 并不明智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比牧尘早修炼这么多年 吃尽了你们暗影山会的资源 才有如今成就 若是再等一两年 或许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在人面前叫笑 刘颖的面色阴沉下来 阴瑟瑟地一笑 哦 原来你竟然这么高看那小子 既然他这么有威胁的话 那等他出现的时候 我把他杀了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刘颖话音一顿 眼中激讽更深 当然 那也得那小子真的敢出现才行 我看 然而 就在刘颖话还尚未说完时 在那天际之边 猛得有着龙音之声响吱而起 众人望去 只见得在那遥远之处 光芒闪烁 似乎是有着一道巨龙 虚影 腾空而来 在那巨龙之上 一道修长身影迎风而立 牧尘 小悠然望着那道熟悉的身影 眉目中顿时有着惊喜涌出来 还真是有胆识 刘颖眼神愈发的阴冷 散然一笑 这个小子竟然还真的敢出现 既然如此 那也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那一只闭目养神的魔形天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四季般的眼睛淡漠地望着远处那巨龙虚影 轻声自语 龙藤树吗 竟然都修炼到龙藤的阶段了 还真是让人意外呢 牧尘教他巨龙虚影 他望着这片混乱的大地 然后视线直接转向了 那山峰之巅上的九天梯 那里就是接受圣灵洗礼的地方吗 牧尘望着那里 接着脚掌一躲 巨龙虚影猛地爆发出惊天龙银 其速度猛然暴涨 直接是自那战火弥漫的天空上暴流而过 然后冲天而起 直奔那九天梯而去 那是北参列的牧尘 牧尘这般阵兆 立即也是引来了众多的注视 一些强者见到他试图直登九天梯 面色也是微变 想要出手阻拦 但接着便是想到了 那被牧尘废掉一臂的梧桐 一时间又是犹豫了下来 虽然牧尘看上去只是通天境初期的时候 但现在谁也不敢小觑于他 胡乱出手的话 恐怕会有不小的代价 而在那些强者犹豫节 那巨龙虚影义是载着牧尘冲上闪电 接着他脚掌一朵 身形犹如一道电光 冲上九天梯 快若闪电般的越过一层层的石台 然后在那些强者的注视中 直冲最顶层 众多强者眼神变换 灵力奔游 试图出手 但最终又是强行忍住 然后那一道道视线盯着牧尘的身影 他们倒是要看看 他究竟能不能冲到第几层去 牧尘速度极快 短短十数息便是越过数层 冲上了第四层 然后身形犹如大鹏 把一跃而起 再度冲向更高的层次 在那第二层中 七道人影都是盯着他 只是那眼神 皆是有所不同 牧尘身形落到第三层上 这里的石台上 有着实数道身影 各个轴身 荡漾着强大的灵力波动 竟然都不比之前的梧桐弱 然而牧尘只是看了一眼 依然没有丝毫地停留 神形一动 就要直冲下悠然 魔形天他们所在的第二层 不过 就在牧尘身形刚刚略出的时候 一道爆合之声 终于是犹如惊雷一般 相吹而起 一名身着蓝袍的长发男子 面色冷立 磅礴灵力爆发开来 他身形略起 犹如捕食的鹰损 直接是携带着令人窒息的阴影 对着牧尘拢着而下 给我留下来 终于是由着强者 忍不住牧尘这一路 哼冲之咒 试图出手 将其自这九天梯之声 大落而下 爆合之声陡然相撤 那身着轻袍的男子 亦是犹如鹰损般扑向 强横的灵力爆发开来 他的身体之上 竟是有着犹如金属般的光芒在闪烁 给人一种无可摧毁之感 一拳之下 前方的空气 直接是金属的炸裂开来 低沉的爆炸之声向彻天际 突然出手的轻袍男子 也是立即引来了无数目光注视 当即眼神都是一灵 这轻袍男子名为青虎 同样是来自北苍大陆上 一方极端强横的势力 虽说这等势力比起三大商会 西极殿这些顶尖势力有点差距 但也绝对不算弱了 而眼下这青虎的势力 更是不弱于之前的梧桐 他全力出手之下 那等骑士更是令人心机 他们不知道 面对着青虎这般强横阻拦 牧尘究竟能否将其闯过 所有人心中都清楚 只要牧尘在青虎的拦截下 少少有所不济 那么接下来 他的步伐就将会置于此次 因为这层平台上的其他强者 是绝对不会 让一个并不比他们强多少的人 超越他们 登上那第二层 最终享受最完美的圣灵洗礼 在那高高在上的第二层平台中 七道奥利在所有人之上的人影 同样是注视着这一幕 而下游然与手都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现在的牧尘 如果想要登上这里 那么他就必须展现出震慑力 因为此事第三层平台上的其他强者 势力都不必轻忽弱 一旦他无法震慑住这些强者 那么接下来 他想要登上这里 恐怕其他人都不会让他如愿 刘英则是轻轻冷笑一声 眼神完美 而阴冷地盯着牧尘的身影 而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那青虎已是低河而至 可怕拳风携带着强悍的灵力 笼罩而来 那般灵力一拳 足以击杀一名 通天井后期的强者 显然 这青虎一出手便是杀招 根本就没有任何留情的打算 磅礴的前锋 在牧尘瞳孔之中激素地放大 接着冷冽之色 犹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 燃烧着黑炎的灵力 猛地自牧尘体内爆发开来 他的身体表面 黑色的雷光游走开来 甚至连其皮肤 都是泛起了幽黑的光 他的身体更是拔高了一寸 胸膛处 两道雷纹陡然浮现 二纹雷体 就在雷体催动的那一刹 牧尘周身的空气 都是因为其肉体 突然间散发出来的 那种强大力量 而被震爆开去 他脚下的地面 甚至都是崩裂出了 一道道的裂纹 一股无法形容的澎湃力量 犹如大海一般 荡漾在他的身体之内 不突不快 牧尘面无表情 一跑无风鼓动 烈烈作响 接着一步跨出 周身黑雷涌动 一拳而出 拳风如雷 毫不退避 拳头之上 黑雷疯狂地游动 下一刹 一对鸽子 蕴含着惊人力量的拳头 便已是在那半空 重重地相撞 犹如是雨时撞击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力量 波纹 自那半空中 急速地扩散而开 两人周身摆仗 空气珍宝 犹如真空地带 而那青虎的面色 却是在此身猛的巨变 那次牧尘拳头上传来的力量 霸道无匹 犹如九天之雷 以一种极端蛮横的姿态 撕裂了他的拳风 最后疯狂地涌入了他的身体 灵力防御 瞬间崩溃 一口鲜血忍不住地 自青虎嘴中喷出 他那原本威猛的身形 也是巨缠 身体直接是倒飞了出去 然后落到地面上 每一步都会将那坚硬的地面 踏出深深的裂痕 如此灯灯地连退了数十步 方才彻底地吻下身形 九天梯上 仿佛是安静了一瞬 不少强者面色变换 再度看向那道少年身影的目光中 亦是多了一些凝重 虽说之前便是听说过 牧尘废掉梧桐一臂的事 但毕竟耳听为虚 但眼下这一幕 却是真正的眼见为实了 这个来自北苍林院的少年的确拥有着 冲上九天梯最高一层的资格 第二层平台上 夏悠然见到这一幕 眉目中顿时有着惊喜涌出来 但同时也是感到有些心惊 牧尘先前一拳太过得刚猛 竟然连青湖这等实力的人 都是被其一拳逼腿 而这种程度 又哪里是通天井初期的人能够办到的 到到现在 夏悠然方才明白 为什么牧尘会以区区通天井初期的实力 就成为北苍林院参加圣林山的代表 这个少年的确很不凡 另外一次的流影 双目也是在此时微微眯起来 眼神阴隐而森了 第三层中 那被震退的青湖抹去嘴角的血迹 他盯着牧尘退后了两步 虽然没说话 但也表明了他的意思 接下来他不会再出手阻拦了 可还有那位朋友要出手 牧尘环顾一圈 轻声问道 少年立于群墙环四周 身色却是波澜不惊 修长的身躯 俊仪的面旁在这漫天灵力暴动节 确实让人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 而这一层 其他的那些强者 面色则是微微变换 看向牧尘的眼中 充满着忌惮 他们的实力与青湖不相上下 后者能够一拳振飞青湖 显然 真正战斗力意识超越了他们 虽然他们对于牧尘 以及通天境初期的实力 都能走到这一步 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但却只能接受现实 于是众人沉默 牧尘微微一笑 二文雷体的强横 同样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这种震慑效果 显然是堪称完美 多谢了 牧尘抬头 看向那高高在上的第二层平台 那里处于这犀利之地之地 无数强者为之眼红的地方 但能够站在那里的人 几乎个个都是北仓大陆 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 而显然 想要在那里站稳脚跟 获得圣灵洗礼的资格 必然将会有着一场 真正的惊天之战 但是 他牧尘可不会就此畏惧 少年黑色眸子中 有着锐利涌动 接着他脚掌一踏 身形冲天而起 犹如大鹏一般 在这片天地界 无数的目光的注视下 冲向了那高高在上的第二层 又有人想登第二层了 灵力暴动的天地间中 镜湖之声开始响彻 圣灵山之外 在这片天空上 无数势力收到凌空而立 各方大佬都是将视线 投射向前方空间裂缝处 那里有着巨大的灵力光幕 而那光幕之中的景象 正是九天梯 不过 却仅仅只是九天梯的第二层 显然 各方大佬并没有心情 去注意那些不入流的争斗 只有着这最高一层的争斗 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因为 只有在这里胜利的人 才能够获得最终的圣灵洗礼 太苍院长俯首而立 他面色毫无波澜地 望着那光幕中的景象 那里面有着七道人影 都是如今 北苍大陆上 年轻一辈中的顶尖人物 但在其中并没有见到牧尘的身影 周围有着一些若有若无的目光看过来 特别是那龙魔宫的人 黑龙至尊的嘴角 更是有着淡淡的嘲讽勾气 那个叫做牧尘的小子 竟然连登上这九天梯的资格都没有吗 看来是他太高看那小子了 这一次 北苍连院的脸怕是得丢光了 他们给予希望的人 结果连登顶与其他顶尖年轻一辈 交战的资格都没有 黑龙至尊讥讽讽地看了 太苍院长一眼 接着 他的目光随意地瞥了一眼这片天地 双目微眯 眼中有着阴寒之色掠过 太苍 这一次 我要你来得去不得 北苍灵月 也该支离破碎了 太苍院长对于那些目光 倒是犹如未闻 只是盯着那灵力光目 在台苍院长身后 洛黎与灵溪也是 翘目看着光目 灵溪戴眉微微移簇 这么回事 以牧尘的实力 不可能会没资格登顶的 灵溪姐不用着急 她会出现的 洛黎浅浅一笑 对于牧尘 她显然是拥有着足够的信息 灵溪禽手轻点 借着神色移动 看向了那有些动静的光目之景 与此同时 北苍灵月 在那灵月的上空 同样有着一道巨大无比的灵力光目 光目之中的景象 同样是那九天梯 在那灵力光目周围 无数北苍灵月的学员 都是灵孔而立 黑压压的人海 蔓延到视线的尽头 在那最前方的一些位置 沈苍生 李玄通 苏玄 贺妖等等院内的顶尖学员 都是紧紧地注视着那巨大的光目 光目之中 那七道人影安静而立 但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所有北苍灵月的学员神色凝重 这就是北苍大陆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嘛 果然很厉害 只是 牧尘呢 怎么一直都没有出现 在一些学员眼中 犯起疑惑 以及一些担忧的时候 那光目之中 突然有着动静出现 所有的视线都是立即投射而去 在那光目中 弥漫的云海突然被撕裂 尖锐的破风之声向尘而起 下一刹 一道光影 快若闪电般的暴力而出 身形俯冲而向 那一刹 一种无法言明的灵力之感 自那道熟悉的少年身影身体之上 爆发开来 他的身体 重重地落到那九天梯第二层平台上 此时的少年如鹰如损 显得极为的耀眼 整个北苍灵月 也是在此时猛地沸腾 欢呼之声震耳欲聋的 相彻在天地界 牧尘终于出现了 当牧尘的身影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落到这一层平台上时 此处的那七道身影 也是将各自神色不同的目光 投射而至 那些视线 有惊喜 有阴冷 有好奇 也有默然 牧尘落下身形 也是抬头看了一眼 这万众瞩目的平台上 这里加上夏悠然 仅有七道身影 不过他却是明白 眼前的七人 恐怕就是这北苍大陆 年轻一辈之中 真正的顶尖人物了 虽然上海未交手 但他却是感觉得出来 这些人 每一个都远比梧桐 以及之前出手阻拦的 那青虎更强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拦路虎呀 当然 还有最大的一头拦路虎 牧尘的视线 看向了那扑扑通通看上去 并没有多出彩的魔性帖 后者那死记的眼睛 也是在此时盯着他 其中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也没有什么杀意流动 看上去 犹如一具没有感情的行尸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 牧尘却是知道 这魔性帖恐怕才是最为棘手的 这片平台上 随着牧尘的出现 那本就沉默而压抑的气氛 似乎变得更为的压抑 夏悠然此时悄悄地走出来 拉住牧尘手臂 退向一边 不让他成为众人主事的中心点 也把他从那种压抑气氛 汇聚中解救出来 你怎么才来 之前受了点伤 所以耽搁了一下 多谢夏学姐了 牧尘微微一笑 然后将御风灵珠取出 递还给夏悠然 夏悠然接过御风灵珠 不错 挺有本事的 竟然只能闯到这里来 看来 倒是我笑看你了 牧尘看了看这压抑的平台 这图室在干嘛呀 有点好 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